第1577章俺也是 只想完不想工作 闺蜜团回到小红马的第一个晚上 就发现了这个新来的小胖子 不发现都不行 实在太显眼了 到处都有他热情的身影 而且可以看出 在小白不在家的这些天 小胖子徐军已经和所有人打成了一片 他似乎跟谁都很熟 这小胖子徐军还特地申请 要跟小白回家 我想认识你爸爸 嵌嵌 小白要他滚蛋 把徐军赶跑了 小白才获喜而回到家 家里张探刚好准备出门 见他们回来 就说道 正要去叫你们 快过来吃晚饭 两人在玄关换了拖鞋 先去洗了手 才来到餐厅 小白环顾四周 突然黯淡地说 奶奶为啥子不跟我们回来呢 姜老师没有随他们一起回来 而是打算在白家村多住些时日 过段时间再回浦江 张探体谅他岁月大了 思乡情切 就没有勉强 只是叮嘱他呆够了就赶紧回来 以往晚餐基本上都是将老师做 小白都习惯了 现在察觉到家里少了奶奶 顿时觉得生活少了一半 不再是自己熟悉的 心情不由低落 原本笑呵呵的喜儿听了小白的话 小脸上也黯淡了不少 愁眉苦脸的 他也想念起在白家村的奶奶 和江奶奶相处了这么久 喜儿非常亲近他 甚至从情感上 把江奶奶当成了自己的奶奶 张探安慰说 别这样啊 奶奶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他只是想在家里多住几天 不是不回来了 Epsilon等于Armicron I 小白叹息一声 抬头看了看张探 欲言又止 探什么气 想说什么就说张探说 小白摇摇头 张探笑道 还跟我见外呢 快说吧 什么事 小白还是低头不语 身边的喜儿说 小白可以说了 小白有点烦这个小不点 但他还是说了 我好想陪奶奶住在白家村哦 要不是为了陪老汉你 我就不回来了 张探呆了呆 玄机说 你不回来 那我就要天天想你了 小白 张探见小朋友很受用 就继续说 我就是想天天和你们在一起啊 我们走到哪里 都不能分开的 对不对 喜儿还啊 也笑 有点 不好意思 小白则烦躁地说 说乐些住啥子嘛 我都不晓得当个说你 喜儿点头附和 俺也一样 还还啊 张探和小白 齐刷刷地看向他 这句俺也是一样 是从哪里学来的 小白敲了敲喜儿的小脑阔子说 你不要学徐君说话塞 喜儿点头 好的 俺晓得了 小白 张探问 哪个徐君 小白巴拉巴拉 说外面新来了一个小孩子 叫徐君 他好好笑 小白说 张探忽然想起了前段时间 黄仪打电话时 跟他好像说过 学园里来了一个十分热情的小孩子 是东北的 可能就是这个徐君 他给两个小朋友添了饭 叮咛他们吃饭 但是两个小朋友食欲不振 肚子里的煎饼果子还没消化 尤其是喜儿 摸着小肚子愁眉苦脸的 小白凑到他耳边小声说话 让他多少吃点 毕竟这是他老汉做的腮 给给点面子 万一以后不给我们做了 我们是不是要饿死 喜儿闻言 认为小白说得很对 为了长远住想 多少吃点鸭 味道怎么样 张探问 小白连声赞叹 好吃鸭 好吃 太好吃了 见喜儿呆呆愣愣的 就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下 喜儿盯着他 委屈地问 小白你替我干哈呢 小白无语 憨憨而哟 喜儿不计较自己成了憨憨儿 他埋头挖了两块鸡蛋羹吃 赞美道 好吃呀 好吃 吃了还想吃 张探心情 十分的爽 自己做的饭菜得到认可 满足感油然而生 好吃点就多吃点 来 喜儿 给你加一块肉 张探说着 用筷子加了一块瘦肉 喜儿连忙说 前爹 给小白吃 小白饿了 张探把瘦肉 加到了喜儿碗里 说道 有着呢 你先吃 于是他又加了一块肉 放到小白碗里 小白连忙说 给喜娃娃吃 喜娃娃瘦瘦的 风都可以吃跑他呢 他要多肉肉 喜儿不服 鼓起手臂说 我 我有肌肉呢 我 强大呀 我强大 给小白吃 小白要长个子呢 张探把肉 加到了小白碗里 小白愁眉苦脸 喜儿喜笑颜开 喝点汤 豌豆肉汤汤窝 张探用小碗 盛了一碗 喜儿连忙说 前爹 给小白喝 小白刚刚打嗝了呢 他肯定是渴了 小白更狠 喜娃娃 差点噎死了 快给喜娃娃喝 张探问 你们是不是嫌弃 我做得不好喝啊 小白和喜儿都摇头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没意思 莫得意思 那都喝 先喜儿来 喜儿年纪小 对吧 小白 那可太对了呀 应应应 喜儿的面前 多了一碗汤 但小白也高兴不了多久 因为他老汉 很快也为他盛了一碗 一顿饭 三个人 吃得勾心斗角的 两个小朋友 抢言欢笑 本只是想 多少意思一下 但是不知不觉中 吃了多了 捧着肚子 才下桌的 两人相处搀扶着 来到沙发前 爬上去 躺好 张探走过来说 不至于吧 就吃了那么一点 哎呦呀 小白叹息 Epsilon等于 Bomacron I 喜儿也跟住叹息 要我帮你按摩按摩吗 张探问 不要 那你们先躺着 我先去洗碗 洗了碗 我带你们去 楼下散散步 有助于消化 好的 老汉 听你的小白说 喜儿 俺也一样 喜娃娃 说了不要这样说话 要得 他们见张探一走 立即嘀嘀咕咕 不像是吃饱了撑的 张探还没吃完晚饭 他继续把桌上的饭菜扫荡 但是小白和喜儿 吃得太少了 饭菜有些多 这时候 门铃声响起 小白翻身而起 抢在了喜儿前面 跑去开门 喜娃娃是你子子来了 小白在玄关大喊 喜儿一个机灵 连滚带爬 从沙发上翻了下来 化身小红马 风一样冲了过去 还没见到人呢 就大喊起来 姐姐 我老想你了 第1578章 小孩总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人往一块凑 谈景儿来了 他身材苗条 瓜子脸 长头发 眼睛又大又水灵灵的 像会说话 以前 他身上竟是柔柔弱弱的气质 让人怜惜 但经过几年的社会历练 尤其是在饭店做起了业务经理后 他的气质中多了许多干练气色 眉宇间更加坚定 眼神也犀利了许多 说话的时候大方地注视着人 他来到张探家 还在玄关 刚换上拖鞋 一个小身影就飞一般地冲了过来 他还没看清楚来人的模样 这个小不点就扑进了他的怀里 抱着他的腿 他连忙弯腰蹲下 把小朋友抱在怀里 不用看 只是感受 就知道这是他的妹妹 血浓于水的 嗨嗨啊 谭喜儿小朋友真高兴啊 小生爽朗不绝 他在子子怀里腻歪 让一旁原本想跟谭景儿说说话 汇报喜娃娃这些天状况的小白 也受不了 小白回到沙发坐下 本来想看电视转移注意力的 但是喜娃娃那腻歪撒娇的声音 不绝于耳 根本堵不住 他便起身 来到餐厅 坐到他老汉对面 张探问 没吃饱 还要吃吗 他说话的同时 目光一直在往门口看 但是始终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谭景儿小朋友始终不出来 老躲在玄关干嘛 小白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想吃了 你看看喜娃娃 我都不晓得拉个说他 小白皱着鼻子说 似乎只要一想起喜娃娃 他就受不了 汗毛竖起 喜儿怎么了 张探问 既然看不到家人 那就先吃饭吧 他今天回到家 一直忙碌 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没得停 早就饿了 他现在没吃饱 先垫垫肚子 喜娃娃在撒娇呢 小白声音大了许多 似乎对这个很惊讶 小孩子撒娇不是很正常吗 张探说 旋即见小白 瞪大眼睛盯住他 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我 小白呆了呆 摇摇头 却见张老汉 饭也不吃了 只是盯住他看 你吃饭塞 我等会儿吃 你住傻子 我看看你 哼 看我住傻子吗 我看我闺女 还不行吗 小白的脸皮 肯定没有张老汉的厚 他最后受不了了 一巴掌 印在张老汉的脸上 把他的老脸推开 看傻子看 老子扩爱惨了 小白 住傻子 你可爱惨了 还要你说 小白受不了他老汉的腻歪 从椅子上下来 在餐厅转了一圈 最后确定自己忍受不了他老汉 于是就去了客厅 但是一到客厅 就听到喜娃娃那更加腻歪的声音 他真是受不了压 他在家里打转 两头都不能去 家在中间好难受 最终 他选择躲进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 把自己藏在里面 门关上的那一刻 小白同学深深呼了一口气 感觉轻松了许多 但是 他一个俯冲 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软绵绵的 好舒服哟 他捧着自己的小脸 发现烫烫的 我都不晓得Langasony 小白自言自语 房间里除了他没有别人 他这话显然是对某一个 不在这里的人说的 带着生气的语气 说完这句话后 白春花小朋友 趴在床上好一会儿 没有动静 房间里安静下来 似乎睡住了 但是 房间里忽然响起 霍霍霍霍 改GGI的奇怪的笑声 当小白从房间里出来时 只见他老汉和喜娃娃 以及喜娃娃的姐姐 都在餐厅 我真的不饿 真的谈紧而说 姿姿你看你瘦的 你就吃一点 前爹做的饭 好好吃 喜而劝倒 张探也说 这么多菜 我一个人吃不完 小白和喜儿都没怎么吃 小白 喜儿看到了出现的小白 热情的招呼 我还以为你睡住了呢 小白谈紧而笑着 跟小白打招呼 谢谢你这么多天 照顾喜儿哦 喜娃娃是个好娃娃塞 她只是有点 保里保气 小白说 她也在餐厅的椅子上坐下 喜儿有点不服气 说 哼 你还说我呢 小白 你老是调缩老二 吓唬我们 流流都要被你吓哭了 我第一个就让你 快跑了呀 我跑了我也怕呀 那你就不能勇敢点吗 俺怕呀 什么鬼 突然一个俺 把在场的另外两个大人 都震了一下 你是缩老二变的 你还怕缩老二 你是老乡见老乡呀 喜儿愣了愣 玄机还阿贴大笑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小白 我好逗呀 我是缩老二变的 我是小青鸭 我才不怕缩老二呢 俺强住呢 两个小朋友拌嘴的同时 张探已经给谭锦儿 准备了前进的碗筷 并给她盛了满满的一碗饭 谭锦儿羞涩 但看到这么满的一碗饭 顾不上羞涩了 连忙说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吃不完的张探 这么一小碗怎么会多 先吃吧 吃不完再说 谭锦儿无奈 但是依然弱弱地说着 实在太多了 一抬头 看到喜儿盯住她瞧 姐姐 你给我盛饭饭的时候 怎么不说太多了呢 因为你在长身体 哼 小朋友跳下椅子 忽然请她干爸爸 照顾她姐姐 因为我要出去玩了 她不但自己要出去玩 而且还把小白 连拉带推的 也带出了家里 小白不想走 但是经不住 喜娃娃的推拉 他们回来的时候 准备了一些 穿熟的特产小吃 晚上带下去 分给小朋友吃 他们现在不去分 没一会儿的榴莲 也会追上来催促 是让琉琉也知道 有这些好吃的呢 这家伙 一定一到小红马 就惦记住 喜儿 你不陪子子说话吗 谭景儿见喜儿 拉着小白要走 连忙出声挽留 嗨阿贤 分果果去了 拜拜 姐姐 你和前爹 好好说话散发 她拉着小白出了门 把房门关的 砰的一声响 家里一下子 似乎就安静了 静得吓人 谭景儿神情 微微紧张起来 太阳了一眼 对面的张探 只见张探一边在吃饭 一边看手机 似乎没有注意到她 这让她压力顿俭 但是 这场景 让她感觉太别扭 她非常拘谨不适 第1579章 分果果 最近工作忙吗 问 问 问我吗 张探抬起头 目光从手机上移开 落在对面的 谭景儿身上 奇怪地说 当然是问你 这里没别人了吧 谭景儿心说 谁叫你一直在看手机的 我还以为你是在跟谁打电话呢 还蛮忙的 不过还好 那就好 张探说完 继续低头看手机 一只手还在荧幕上 摁来摁去 谭景儿问 吃饭的时候 都要忙工作吗 马上就好 张探头也不抬说 忙什么 谭景儿好奇地问 我看到文件 那边等着回复 不 谭景儿感兴趣地问道 是新的剧本吗 有在筹划的吗 认识 一个导演和编剧就是好 能够提前知道剧本故事 尤其是当电视剧在热播时 人们为下一集剧情 焦急等待和讨论时 只有他知道下一集的故事 讲的是什么 但是他不说 哈哈 但张探却回他说 不是剧本哦 哦 不是剧本啊 谭景儿有些失望 竟然不是剧本 但是出于礼貌 他没有追问张探看的是什么 张探似乎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只是说了一句 你先吃饭吧 然后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 谭景儿吃着晚饭 不时偏眼张探 只见他确实全身心都在手机上 根本没有注意他这边 这让谭景儿心里放轻松了许多 但是又有一点点不舒服 觉得张老板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明明是主动邀请他留下吃饭的 但是吃饭的时候却只顾自己忙 不过 这种情绪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 很快 谭景儿就让这种情绪消失了 他一定是有很急 很重要的事情 谭景儿心说 张老板真辛苦 别人只看到他事业上的成功 却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努力 谭景儿起身 倒了一杯温水 放在了张探的餐桌前 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继续吃完晚饭 细嚼慢咽的 过了会儿 张探终于忙完 把机关了 放到一旁 喝点水 谭景儿说 指了指他手边的水杯 啊 哦 谢谢 张探喝了两口水 继续吃饭 同时说 我在白家村买了一座茶园 刚才在看营运方案呢 谭景儿好奇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有些吃惊 他事先没听说张探 买了茶园的事情 嗯 小喜儿情报有一漏鸭 只顾住完了 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漏掉了 茶园 新买的吗 嗯 一座茶园 有五百多亩 经营不好 所以就卖给我了 我这有一些新茶 等会儿你拿一些回去尝尝 哦 谭景儿本来想说 我不太喝茶 但是要给张老板面子呀 你要卖茶吗 谭景儿好奇地问 这跨行跨得有些大 张探说 是啊 茶园那么大 那么多新茶 总要卖出去 但是你不是做茶叶生意的 你想好了办法吗 张探听出他与其中的关心 便耐心地给他讲他的打算 他打算利用小红马奔腾小影片APP 小事牛刀 在上面投放广告 以及试试看直播带货 既给太白秀雅找到销路 扩大知名度 也为小红马奔腾 APP拓展获利管道 谭景儿不懂这些 但张探说得头头是道 自信满满 他就觉得这条路一定能行 而且能够大卖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听众 让张探不知不觉说了许多 但注意到时间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 一顿饭他吃了一个多小时 先吃饭 先吃饭到 张探说 你不吃吗 谭景儿说 我已经吃完了 吃这么点 张探嘀咕了一句 没有再多说 快速大口吃饭吃菜 三七五除二 就把菜全部扫荡一空 你去坐一坐 我来洗碗 谭景儿立刻起身 收拾碗筷 进厨房 张探想拦拦不住 谭景儿不听他的 张探没有去休息 而是跟住进了厨房 洗碗他插不上手 就拿了一块抹布 到餐厅擦桌子 同时 楼下的教室里可热闹了 小白和喜儿以及小米 正在给小朋友发好吃的 排排坐 吃果果 喜儿和嘟嘟在嚷嚷 小白和小米 马上是小学二年级的小学生了 他们已经不嚷嚷这个了 太幼迟了 小红马里的孩子们 年纪普遍小 一听这话 立即排好队 一个一个乖乖的排队 来领吃的 刘刘 你怎么也在排队 你不要排队 小米发现了队伍中的刘刘 这家伙焦急的左顾右盼 时不时伸出脑袋来 想不让人注意都难 小白和小米过去 把他从人群中扒拉了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欺负人是不是呀 凭什么不让我排队 领果果吃呀 刘刘嚷嚷起来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乱了 小朋友们都看了过来 正在给小朋友们 分发果果的喜儿 和嘟嘟纷纷双手无脸 对刘刘的言行举止无语了 刘刘的嚷嚷戛然而止 因为小白偷偷告诉他 待会儿单独给他吃的 他不用排队 刘刘这才满意地走了 他就知道他是特殊的那个 以他大艳艳的身份 根本不需要排队呀 他神气活现地 忽然撇到队伍中 站住两个小不点 呆头呆脑的 傻乎乎的 哈哈哈哈 溜溜溜鸭 他认出了这两个小不点 一个是小微微 一个是他的小对头 小李子 发小李子吃呢 好吃呀 一口一颗小李子 刘刘故意大声说 别有目的 他的目的达到了 小李子跳江出来 要和他吵架 小微微想要拉住他 但是没能拉住 小李子平常弱弱的 喜欢睡觉 但是一旦遇到刘刘挑衅 他就像是被惹怒的小斗鱼 冲出来 气势一点也不输给刘刘 刘刘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盯着这个比他矮大半截的小不点 想不明白这个小不点 和他这么刚的底气从哪里来 无论从个头 还是从力气 还是从名气 他明显都要甩小李子一条街 小李子好吃 吃了还想吃 我在小白家 还看到了一棵小李子树呢 我们爬上去 摘了好多小李子 一口一个 嗷呜嗷呜 刘 刘故意招惹小李子 你 你吃的胖胖的 你个小胖子 他压的 你才小胖子 刘刘也怒了 竟然敢叫他小胖子 他胖吗 他根本不胖 第1580章 谣言四起 分果果的队伍中 一员小将跳江出来 要和刘刘吵架 其他的小朋友都看呆了 看向刘刘的眼神是怕怕的 看向小李子的眼神是钦佩的 这些小朋友中 大多都知道刘刘的厉害 刘刘虽然总是号称是强壮的小石榴 但其实更像是恶霸榴莲 而新来的小朋友们 在短短的一个傍晚 就从身边的小朋友们中 听说了刘刘的光辉历史 但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大姐姐 竟然有一个三岁的小不服 跳江出来插腰吵架 最最惊讶的是 这员小将竟然稳稳地占了上风 把恶霸流气的蹊跷声音 深知榴莲厉害的屎包 不忍见小李子挨揍 提醒他要冷惊讶 旋即 他被刘刘一瞪眼 就缩了 这时候 小微微跑了出来 使命拉住小李子 想把他拉走 并慌慌张张地说 冷静 你要冷静呀 小李子 小胖子 你个小胖子 小李子毫不畏惧 直戳流流的要害 榴莲气炸了 他插腰 贴在小李子面前 居高临下地说 我 我我我我可去你 我可去你略略略略 榴莲 学小李子说话 学完了海土舌头 隔空嘲讽 这回轮到小李子 欺诈了 我 我可去你挨 你今天 是不是忘了吃奶鸭 我 我可去你叙述 小李子要扑上去 和流流拼了 但是小微微在身后 使命拉着 几乎整个人 挂到了小李子身上 这样才避免了 小李子扑上去 和流流拼命 小悠悠 快来帮我压 小微微招呼帮手 把外号小迷糊的 小悠悠 喊了来 两人合力 才把暴走的小李子 拉走了 走远后 小微微 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看住小李子 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 刚刚 就在刚刚 她差点失去了 小李子这个好朋友 流流会打扁你的 小微微说道 流流以前 就把一个小孩子打扁了 哈 小悠悠瞪大眼睛 被吓到了 小李子也震惊不已 玄机傲娇道 我才不怕流流呢 我可以打败她 小微微继续说 以前被流流打扁的 是一个小男孩 比她还大呢 小李子放不出狠话了 竟然把一个比自己大的小男孩打扁了 流流不像是这么强大的人呀 但是她见小微微说的煞有介事 不像是假的 再联想到小微微资讯灵通 什么小道消息 她都知道一点 这让她的话 真实性更高了一些 小微微一本正经的传播谣言 把小李子和小悠悠都吓住了 在小微微的谣言中 流连不仅打扁了一个小男孩 她还打死了好几个调皮鬼 小悠悠 零 小李子 Sigma 流流在小红马的恐怖传说 就这样快速传播开了 她的反面形象越来越立体 越来越真实 遭到重伤的沈流流大雁 不知道自己的光辉形象 就这样被小微微抹黑了 她正在巡视小红马呢 神气活现的 这不能不让她神气啊 在小红马她唯一的死对头 就是小李子 而就在刚刚 小李子别她收拾了一顿 已经打了退堂鼓 那么 可以这么说 放眼小红马 她在无敌手 高手寂寞啊 她刚好巡视到小白身边 本来想让小白让路的 但想了想 还是自己乖乖地绕到走散发 哈哈 不要走了屎包包 流流看到屎包包 习惯性地大喊一声 而屎包包受惊了似的 慌张地看过过来 见到屎流流 下意识地就想开溜 但是又见流流没有追过来 于是便待在原地提放着 暂时先不跑 这屎包身边 聚集了好几个小女生 都是暑假新来的 这些小女生跟住屎包 屎包去哪里 她们就跟住去哪里 渐渐长大的屎包 帅得越来越明显 俊美的脸庞 让人小女生们喜欢不已 都喜欢找她聊天 女生总是比男生早熟 像是屎包包同鞋 依旧懵懵懂懂 像个小傻瓜似的 哈哈哈哈 你们在干嘛 流连大笑着凑过去 像是一只大鹅 进了一群小鸭子里 小鸭子们纷纷散开 但是不敢走 只是窃窃地看住流连 我们在讲笑话 有个小女生想声说 哈哈哈哈 我最喜欢听笑话了 我也听听看流流被助手 命令刚刚说话的 那个小女生先讲 小女生窃窃地 担心自己讲得不好 流流会把她打扁 严重的话 可能原地打死 她拿眼睛看向屎包 期望屎包就遗救她 但屎包低眉顺眼的 不敢乱看 更别说领会她的意思 去救她 说鸭子流流催促道 小女生鼓了鼓腮帮子 有点委屈呢 流流好奇地捏了捏她的脸蛋 趁机多捏了两把 你脸蛋怎么了 肿了 我 我没有肿 这个小女生怕怕地 想要躲避 但是又不敢流流地传说 她听过 所以她知道 此刻站在她面前的流流 是个会吃小孩的狠角色 最终 小女生鼓起勇气 对流流讲了一个笑话 与孩子最终 还是要靠自己呀 讲完后 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还好流连笑了 呵呵呵 小女生也跟住笑 大燕燕笑完后 指了指另外一个小女生 让她也来讲 我 我 不会讲这小女生胆子看起来比前一个要小 说话结结巴巴的 流连 你为什么不会讲 我害怕 那不讲 那你就把手里的果果给我吃 好不好 大燕燕看中了人家分道的果果 谁知道这小女生文言立刻就果果藏起来 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 流流正要给这小女生一点颜色看看 这时候 她看到嘟嘟推着一辆手推车 在院子里呼啸而过 喜娃娃也跟住身后追逐 还啊 也笑个不停 流流本来没当一回事的 她小子妹老喜欢推手推车了 这不奇怪 但下一秒 她注意到手推车上的东西 竟然放了好些分送的果果 流流立刻甩了眼前的几个小女生 追着嘟嘟去了 等等我 等等我 压嘟嘟嘟 第1581章钻银 夜深了 热闹的小红马学员开始安静起来 小朋友们都被赶到了教室里 不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了 老李终于可以安身一阵 不用担心受怕 自己的悲剧被撞翻在地上 这不是他启人忧天 而是却有歧视 就在暑假后不后 小白等人都去了白家村时 她照例在院子里泡茶喝茶听广播 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嬉戏打闹 然后一不小心 就把她的小茶几撞翻了 茶几上的茶壶和杯子都掉地上 茶壶没事 茶杯碎了两个 还好小朋友没事 茶杯碎了就碎了 老李也不计较 只是往后小心了许多 小风吹着 白天的炎热快速散去 小树林把晚风过炉一遍 筛掉喧嚣 只留下清凉 院子里安安静静 老李端起茶杯 喝完了一杯 起身去院子里的大门关上 教室里灯火通明 小孩子的声音不断传出来 张探走了出来 老李招呼他一起过来坐一坐 我带来的茶叶怎么样 张探问 他今天下午回到浦江后 第一时间就把带来的 泰白秀芽送了一份给老李 请这位品茶高手品尝品鉴 老李今晚喝的茶就是泰白秀芽 总的来说 口感很不错 张探的问题 十分对老李的胃口 聊起茶叶 他可有话要说 聊茶叶 老李可不困了 他说了一大堆的 比较专业的话 听得张探云里雾里 但他耐心地努力听 毕竟开了茶厂 趁机多学一点知识 整体而言 老李认为泰白秀芽 十分不错 这款茶叶 他其实以前就喝过 是江老师来浦江住的时候 给他带的一些当地的茶叶 那茶叶虽然不是出自茶厂 但就是白家村附近山上的茶叶 自己采摘制作的 和泰白秀芽是同根生 口味自然相差不大 张探得到老李的肯定答复后 十分高兴 轻松不少 他虽然可以把泰白秀芽的销售带起来 但是首先要本身的品质过瘾 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没多时 园长黄一也来了 他在办公室的窗口 看到两人在院子里闲聊喝茶 想到有一阵没和张探面聊了 便也坐了过来 跟住他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是小微微 不过小微微不是来喝茶的 他出了教室 走到阶梯上就停了下来 把两只湿漉漉的小袜子 摆在台阶上 风吹小袜 快点前头 晒了小袜子 小微微这个小不点起身 就往教室回去 期间抬头看了看夜空中的月亮 见月亮又大又圆 双手合十 求月亮快点把小袜子晒前 然后蹦蹦跳跳 回了教室里 张探看得无语 老李和黄一倒是见怪不怪 老李笑着对张探说 肯定是小李子的袜子 啊 我说 小微微晒的那双袜子 肯定是小李子的 确实是小李子的 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小微微会趁小李子睡觉的功夫 把她的小袜子脱掉 洗了 晒在台阶上 小李子老喜欢犯困 常常打瞌睡 这给了小微微可乘之机 两人也配合默契 一个倒点睡觉 一个脱袜子 洗袜子 一气呵成 学员陆续有家长到来 接走送来的小朋友 谭锦儿带领喜儿也出了教室 喜儿牵着子子的手 蹦蹦跳跳 叽叽喳喳 不知道在说什么开心的事 像只小喜鹊 前爹 看到张探坐在院子里 喜儿欢快地挥手 打招呼 我要回家了 子子说要抱着我睡呢 嗨嗨 谭锦儿瞄了一眼 这个得意的小朋友 这都要说出来吗 那你可真幸福 张探说 黄一也笑道 是不是好多天 没有跟子子睡一起了 特别想了 喜儿点头 可不是马 他对子子的想念 可不会藏着椰柱 从来都是直输胸义的 而且还要炫耀 去吧去吧 睡个好觉 张探说道 这些天 喜儿每天都和小白睡一起 睡着睡着 就变成了抱着小白睡 现在这个小不点走了 说不定可以说服小白 跟他睡呢 张探心说 但转眼就看到 学员门口来了马兰花 马舅妈 你的煎冰果子 吃得我好唱鸭 嗨啊 喜儿呀 都要回家了吗 等等我 我把小白也带走 马兰花说 看到张探 说想把小白带回家 今晚让小白住他那里 他舅舅好些天没见他了 天天喝了点酒 就念叨马兰花说 张探还能说啥 美好的梦想 只是幻想了一小会儿 就破灭了 好吧 小白在教室里玩 你去叫他把张探说 马兰花去教室里喊小白 张探本以为小白 怎么也要抗拒一下 但没想到 马兰花去得快 出来得更快 小白屁颠屁颠地跟住出来了 一看到院子里的张探 就大喊 老汉我和舅妈走了 你一个人睡觉觉 不要怕夜猫胡子哦 张探 真有夜猫胡子 我就让他去找你 马兰花带着小白 谭景儿带着喜儿 一起回了皇家村 刚回到家里 喜儿连抱带拖 把他的那只好久没骑的粉红色帕马 带了过去 来到马兰花家 小白 你看我的帕马 我们一起骑 他把帕帕马放在沙发上 翻身骑上去 驾驶 小白站在沙发边 提防他被帕帕马甩下来 你下来塞 你会掉下来的 喜儿还啊嘿笑 玩了一会儿 才从沙发上下来 家里只有马兰花 没看到白健平 小白这才注意到 舅舅还没回家 我舅舅脸 小白问 他还在加班 快回家了 马兰花说 白健平现在所在的剧组 到了拍摄关键期 加班成了常态 辛苦是辛苦 但包包的红包也不少 白健平这会儿 刚从剧组离开 他本来想搭地铁 但是同组的一个同事 正好顺路 要经过西长安街 就烧他一程 车快到西长安街了 开车的这位同事说 老白 我和你一见如故 有些话我就不见外 直接说了 白健平说 你请说 老白 你看有没有机会 在张老师面前 帮我推荐推荐 我演戏你看到了 我不缺演技 就缺一个机会 张老师的口碑 我们都知道 他一出品 必是精品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就算是配角 对我也是大有必义 我别的不缺 就缺机遇和伯乐老白 你就是我的伯乐 说完 把一个礼盒 递到老白身前 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看包装 肯定不便宜 老白坚决不肯收 他也心中明了 果然人家压根 不是顺路经过西长安街的 分明是有意的 白健平不会说场面话 更不会来世 对于这种要求 他始终牢记马兰花的叮嘱 那就是一定要拒绝 千万别瞎承诺 但是拒绝也是有讲技巧的 这方面马兰花交了他几招 因为找白健平委托这种事的 眼前这位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也是先一阵瞎嗶嗶 然后说 我找个机会 跟张探说一说 但我不能打包票 这事也没办法打包票 就看张探的意思了 虽然是 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但是对方已经很满意了 兴高采烈地把老白 送到了皇家村的入口 老白下了车 目送这车远去 这人在剧组里 是个重要配角 分量不轻的 起码在他眼里分量不轻 但是即便如此 依然在想方设法 往更高处爬 人啊 活着就是不断往上爬 第1582章 我不就他了 老白经过小红马学员 驻足往里打亮 只见院子里黑漆漆的 只有两三盏路灯亮住 一楼的教室也黑漆漆的了 二楼寝室 有淡淡的灯光照出来 小朋友都回家了 或是在二楼寝室睡觉 他本来想今天早点下班 来看看刚回家的小白的 这下时间这么晚了 他只能打到回府 明天找机会再来看看刮娃子 但当他回到家 第一眼就看到 坐在沙发上 看卡通的小白和喜儿 老白不但眼前一亮 疲倦的脸上 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刮娃子 啥子时候回来的 看动画片的两个小朋友 闻声齐刷刷地看过来 小白 为啥子喊我刮娃子 我不是刮娃子 哈哈 好好好 你不是刮娃子 你啥子时候回来的 给我看看 黑了一些 喜儿也黑了一些 但是精神了许多 白剑萍说了一大堆 满心欢喜 小白和喜儿 让他站到一旁说话 莫要挡住我们看电视塞 这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小白 同时 沈溜溜淡小朋友 也和朱小静回家了 在家里 大燕燕正在发脾气呢 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还不回家 朱小静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沈利明还没回家 晚上说有应酬 要晚点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这晚的不是一点 而是很多点 朱小静心里有些不舒服 今天是他和刘刘回来的第一天 下午到家 到现在还没见到沈利明 白天要上班能理解 但是下班后又有应酬 到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对于应酬 朱小静也能应酬 但这是什么重要的应酬 非要今天晚上 能不能推一推 刘刘在发脾气 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有多生气 而是在为猪妈妈打抱不平 朱小静虽然觉得流流过躁 但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而且很解气 他有时候很想像刘连这样 大声吼两句 手机响了 刘连第一时间冲了过来问 谁的电话 朱小静看了一眼说 是你爸爸的 他接通后 电话那头却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对方说是沈丽明的同事 沈丽明现在喝醉了 能不能来接人 朱小静还能说什么 总不能说不接 把沈丽明丢在外面不管 他挂了电话 就准备出门 叮嘱刘在家里待住 不要乱跑 算了 你一定会乱跑的 走 我送你到隔壁的奶奶家待着 刘连说 朱妈妈 我和你一起去命 你要是遇到了坏蛋怎么办 太晚了 你不要去 你不带我去 我就不听话 有榴莲话 带你去 你也不会听话 朱小静说 但还是带了他 两人出了社区 打了一辆计程车 直奔沈丽明喝醉的地方 那是一家酒楼 吃饭的地方 沈丽明直接倒在了包厢里的沙发上 正在呼呼大睡 看到这一幕 朱小静心中又一股无名之火冒出 但是沈丽明的同事在场 他便忍了 先把人带回去再说 嫂子 实在不好意思 我来扛着吧 两个小伙子扛起了沈丽明 把沈丽明抬出了房间 送到了出租车上 刘刘跟在一旁 本来说是要给妈妈壮胆气的 但是自从进了房间 他就看住沈丽明最倒的样子 担忧不已 他意不意去地跟在沈丽明身边 直到上了出租车 他才带着哭声说 沈爸爸你不要死呀 你不要死你还没陪我玩呢 你不要死呀 计程车司机情不自禁看了看后视镜 仔细打量 什么状况 死了人 朱小静连忙解释说 只是喝醉了 不要误会 司机这才放心 专心开车 朱小静转向刘刘 没好气地说 刘连你乱说什么 刘连抓着沈丽明的衣服说 我爸爸是不是要死了 他都成这样了 我的天呀 我要没爸爸了 我好可怜 压沈爸爸 你不要死呀 他见沈丽明躺诗诗的 以为是要死了 顿时有些崩溃 朱小静再三跟他解释 他才半信半疑 暂时先把眼泪忍了回去 但他依然不放心 朱妈妈 你一定要把爸爸救回来呀 说着 他忽然想起了 自己不就是小名医吗 在小红马 他可是人红 医术更红的神医呀 刘刘先在身上摸了摸 没有摸到有急救箱 就打算徒手救人 他双手叠在一起 愣在沈丽明胸口 一下一下 还大声说 你喘气 你喘气压沈爸爸 你要坚强压 做一个坚强的大额歪 刘刘你在 干嘛 就沈爸爸 他的急救措施很管用 原本躺尸一般的沈丽明 终于有动静了 真是神了 哦 沈丽明抬起头 吐了 顿时车里酒气冲天 各种气味夹杂在一起 说不出的酸爽 而小神医已经猛了 他被吐了一身 嘴唇在颤抖 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被气味熏的 反正都跟气有关 刘刘你没事吧 朱小静问 司机把四个车窗都打开了 散散喂 我 我 刘刘似乎还在猛圈中 说话结结巴巴 好家伙 沈爸爸朝我吐了口水 好大一口口水呀 他压的 我不救他了 大燕燕放弃了 沈爸爸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车里气味太难闻了 司机抱怨不已 朱小静气归气 但是依然在尽心照顾沈丽明 给他擦拭嘴边的呕吐物 同时向司机道歉 说是等会儿会补清洗费的 好不容易到了家 朱小静多付了一百 司机见他根本扛不动沈丽明 带着个小孩子 不容易 于是自告奋勇 帮忙扛着沈丽明到了楼下 送进了电梯后才离开 刘刘忙前忙后 电梯一开 他立刻跑了出去 用指纹开了家门 在一溜烟跑进了家里 鞋子都没脱 朱小静张张嘴 本来想叫榴莲来搭把手的 但是想到榴莲也就这么点大 使不上力 毕竟他不是嘟嘟 如果嘟嘟在这里 说不定一个人 就把沈丽明拖回了家呢 朱小静费劲地扛着沈丽明 一步一步往家里走 朱妈妈 朱妈妈 我来帮你了 刘刘呼啸柱跑了出来 手里推了一把滑轮椅 让爸爸坐在上面 我们推回家 刘刘说 朱小静眼前一亮 大燕燕真机灵 有滑轮椅的助力 朱小静终于把沈丽明 运到了家里 送到了床上 看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沈丽明 朱小静低头看了看刘刘 对视一眼说 明天要好好和你爸爸算账 留脸点点头 气呼呼地说 这日子没法 过鸭 朱小静 你哪学来的这句话了 666鸭 我电视上看的鸭 朱小静捡起沈丽明的背包 拉链没有完全拉上 他看到背包里 有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子 一看就是女士用的 他拿在手里打量 出于好奇 打开来看了看 里面放着两只紫色的发卡 一大一小 朱小静看到这发卡的款式 立刻知道这是沈丽明 买给他和刘连的 因为这一款 他以前给他说过 老沈还算有些心意 朱小静闻到房间的酸爽味 打开窗户 但是气味依然没散 他低头一看 知道了来源 正是跟在他脚边的 刘刘大燕燕 这位大燕燕 在车上被他爸爸吐了身上呢 刘连你先去洗个澡 把脏衣服换掉 好臭 第1583章 嘴里说着不要身体 却很诚实 听了朱妈妈的话 刘刘才注意到 自己身上被吐得脏兮兮的 他低头打量自己 不由捏住了鼻子 惨兮兮的说 我成了小邋遢 快去卫生间洗澡 把衣服丢 在池子里就行 妈妈等会儿会去洗的 衣服脏了 朱妈妈 我们丢了歪 别了 别了你就没衣服穿了 买新的鸭 快去洗澡 榴莲有点小失望 一边往卫生间去 一边嘀咕 他压得我好惨压 我太惨了 我救了我爸爸 他还吵我吐口水 天呀我要告诉嘟嘟 刘刘盯着自己 身上打量 又脏又臭 他不由怀疑起来 等到朱小静来到卫生间 查看刘刘洗澡的情况时 只见刘刘已经拖得光溜溜 正在淋浴 嘴里哼着歌 说不出的惬意 完全不需要他担心 大燕燕可以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 如果兜里有钱 他甚至可以过得非常富足 朱妈妈 看到朱小静来了 榴莲把头从淋浴的水中探出来 什么 朱小静看到刘刘丢在池子里的衣服 太脏了 恶性 他在想该怎么清洗 直接丢进洗衣机里肯定是不行的 会把洗衣机也弄脏 爸爸是不是拉屎了 刘刘忽然说 朱小静心里一愣 看向他问 为什么这么问 我衣服上是不是芭芭呀 怎么看起来像芭芭 榴莲洗澡前特别研究了一阵子 脏衣服看了又看 越看越像是芭芭 只是他有个疑问 我们的爸爸怎么从嘴里拉芭芭 好恶心呀 朱小静无语 家里有个傻孩子是什么样的体验 他觉得他可以给一个切身的回答 那不是爸爸 那是呕吐 你就帮着你老公说话多哼 这个小家伙感觉是欠揍 一副不想和他争论的样子 继续惬意地洗澡 其实更像是在玩水 洗好了就赶紧出来 不要在那里玩水 朱小静叮嘱一句 用水盆接了一盆清水 拿了一条毛巾 去了卧室 给沈立明擦拭身体 当刘刘洗完澡 玩够了 才终于从浴室走出来 刘连快点 倒一杯水来给爸爸喝 朱小静在房间里喊道 刘刘文言 嘀咕 我好累呀 我也太累了 那么我要坚强 这个家还要靠我呢 他倒了一杯水 突然感觉自己也渴了 于是端起来喝了一口 才把水端到卧室 只见卧室里 他爸爸已经前进整洁地 躺在床上睡大觉 一 你醒了呀 刘刘靠近了 才发现他爸爸竟然睁开了眼睛 爸爸 你活着真好呀 我和妈妈两个女人都好害怕 刘刘说 朱小静无语 沈丽明脸部肌肉反应迟钝 过了会儿才脸嘴笑 但是大舌头 说不出话来 你还笑 你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你差点死了 你知道吗 多亏了我呀 还有朱妈妈 刘刘小大人似的唠叨 说个没完 但就是不把水递给沈丽明喝 把水给我 朱小静接过水杯 味道沈丽明嘴边 刘连站在一旁揉声叮咛 喝完了就睡舌 不要睁开眼睛了 闭上歪耳 同时 他还不忘叮嘱 朱小静 朱妈妈 不要给爸爸全喝了 喝一点就够了 会尿床的 饶恕朱小静 对刘刘的同言同语 已经习惯了 但每次还是会被惊吓 他决定 以后要控制刘连 看电视的时间 这都跟电视学了些什么 经历了这么刺激的一晚 刘刘睡一缺缺 想要打电话给嘟嘟 把这边的状况讲一讲 两姊妹分享一下 但是朱小静不准 因为嘟嘟这时候 一定已经睡了 他没睡 刘刘肯定地说 坚持要打视讯电话 嘟嘟早就睡了 他十一点之前 一定会睡觉的 现在都十一点半了 你别折腾了 快点回房间睡觉去 刘刘理直气壮地说 我明天又不要上班 我为什么要睡觉 我还想玩呢 我今晚都没玩呢 我还这么年轻 我睡不住压 说睡不住的大燕燕 被压去床上后 没过两分钟 就睡过去了 他嘴上不服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把老公和女儿 都照顾睡了后 朱小静才有时间管管自己 他虽然没有被沈利明吐一身 但是身上有酒味 混杂住呕吐物的气味 他却洗了澡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 先去溜溜的卧室 看了看小朋友睡觉老实 不老实 朱小静塞个娃娃在溜溜怀里 帮他盖好空调背 再把冷气调成睡眠模式 关上房门 他看到沈利明买的那个发卡盒子 就放在桌上 他走过 打开来 仔细打量那个大一点的发卡 情不自禁待在头上 走到镜子前打量自己 第二天一早 白建平早早起床 去了剧组上班 这段时间他是真忙 他所在的这个剧组 导演是个疯子 疯狂赶工 不分白天黑夜 剧组的人怨声载道 提过好几次意见 但是导演都以赶工气为由拒绝了 作为管火时的 白建平比工作人员起得更早 舅舅你住傻子 尽管白建平很小声了 但是依然被小白发现了 他从枕头上抬头小脑袋 迷迷糊糊地看向正准备出房间的白色建平 我去上班了 你继续睡吧 还早住白建平说 哦哦 小白打了一个哈欠 你为啥子要起这么早去上班呢 我老汉天天不上班 让我老汉给你找个不上班的工作塞 那我先 谢谢你 谢啥子 老汉说 我们要把好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好家伙 难道你之前是把我当成敌人 这是在搞统一战线 白建平走了 比他更早的是马兰花 马兰花已经先一步起了床 为白建平做了早餐 窗户外是朦胧的晨曦 这个点的皇家村非常的安静 两夫妻坐在餐桌前一起吃早餐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住 吃完了饭 白建平匆匆就要走 走之前问道 你是不是要去店里 小白拦个半 马兰花说 我今天晚点去店里 交给了其他人负责 为了小白在这里住一晚 他们要特别安排一下 不然小白也得跟住他们 这么早起床 那就好 我走牢 晚上回来吃饭不冷 估计是莫得吃 晚上还是要加班 你们那个导演拉个回事嘛 不把你们当人当牲口 要不找张探说一说塞 说个锤子 勒个有啥子说 这是工作 再不爽也要把工作做好 小的老小的 老 我就是说一说 白建平难得在马兰花面前牛气一回 顿时有点飘飘然 唠叨叨地给马兰花讲大道理 直到看到马兰花扛起了平底锅 才赶紧开溜 第1584张喜娃娃当了小胖兔 白建平走后 马兰花到房间里看了看 只见小白也已经醒了 坐在床上发呆呢 醒了 醒了就起来塞 马兰花说若是小白没醒 他就轻轻地来 轻轻地走 若是醒了 那就没得商量了 赶紧起床 小白猛猛地看了看他 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 你说啥子 马兰花问 以为小白又在偷偷骂他 勒得叫鸡子嘟嘟嘟地叫 吵得我都睡不住 郎哥会脸 以前不都这样的吗 以前 家里就常有叫鸡子叫 嘟嘟嘟嘟的 小白很喜欢 怎么现在闲场了 浇惯了哟 起床 小白在马兰花的催促下 不得不起床 刷牙洗脸吃饭 洗娃娃脸 一边吃着牛肉汤粉 一边关心洗娃娃 不晓得 再睡觉吧 都几点了 郎哥还睡呢 还早 才六点半 哦吼 舅妈 那你郎哥把我叫醒呢 你郎哥不叫我多睡一会儿 你又不是洗娃娃 我也是娃娃塞 拉么大声干嘛 最终 小白因为说话太大声 被马兰花占领了舆论高地 不但没有给自己争到一点什么 反而被批判了一顿 他气呼呼地下桌 跑去找洗娃娃 马兰花在身后说 把洗娃娃也叫过来一起吃早餐 不管能不能真叫到 先叫了再说 有早没早 先打一打 多半是叫不到 洗娃娃已经很久不敢在饭点来他家了 要的 没一会儿 小白就回来了 还真让他把洗娃娃叫来了 洗娃娃像个憨憨儿似的 笑嘻嘻的 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屁颠屁颠跟了过来 像只小喜鹊 一副人畜无害 天真浪漫的样子 进门这个小朋友就嗨啊吏笑 跟马兰花打招呼 上桌 吃饭 马兰花热情地招待 喜儿上了桌 马兰花把碗筷摆在他面前 看出热气腾腾的牛肉汤粉 喜儿为难地说 太多了收回我吃不完呀 马兰花说 先吃 能吃多少吃多少 吃不完剩碗里就行 喜儿一听 便不叫困难了 和小白一起吃早餐 你滋滋呢 马兰花看住两小只吃 同时问喜儿 她在涂口红呢 都好久了 喜儿用力吸着一根粉条 但是粉条贴在碗盐 有点难对付 他们双方在较劲 嘶嘶嘶吃不到嘴里呢 铲铲 小白嫌弃地用筷子剥了一下 喜儿便顺利地吸到了嘴里 嘻嘻嘻 谢谢小白 我都不晓得郎哥说你 嘻嘻嘻 马舅妈 我都不晓得啰嗦我姐姐 涂那么久的口红 马兰花问 你们不是没吃早餐吗 喜儿摇头 说没吃 没吃早餐就涂口红吗 喜儿呆了呆 侧头问小白 马舅妈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解奇异 吃早餐和涂口红有关系吗 小白对这种小问题十分烦躁 不耐烦地说 涂了口红就吃饱了 你姐姐是不是往嘴上涂口红 那是吃的鸭 窝啊 小的老 不要说啊 哦 那小白你为什么说啊 我是说你不要说啊 不说啊就不说啊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是教你塞 我是小姐姐我知道的可多了 刮娃子 你是不是又忘了自己几岁 没忘 我今天十岁了 你十岁 小白你又那么大声干嘛 你十岁 恩娜 我昨晚和姐姐吃了蛋糕呢 我不骗你 马兰花饶有兴致的看两小只 一边吃饭一边拌嘴 谈喜儿小朋友现在是非常的开心 但是很快她就开心不起来了 她发现马舅妈之前说的话 能吃多少吃多少 吃不完剩碗就行 是最大的谎言 现实是根本不这样 马兰花说 吃不完浪费 小小年纪就浪费 可耻 吃完 小白和喜儿顿时发出呜呜的狗子声 小白你看 喜儿向小白寻求支援 小白也十分不满 就骂你骗我们 我哪里骗你们了 你明明说 小朋友 吃不完就不用吃 剩在碗里就行了 但你现在又让我们吃完 那行 马兰花把两人的饭碗拿走 互换了一下 现在小白你吃喜儿的 喜儿你吃小白的 这我总没叫你们继续吃碗你们剩下的吧 你们吃的是对方剩下的 小白不满 而喜儿则低头自己身前的小碗 想了想 赶紧抱着不放手 好 小白吃剩的不多 她觉得自己呢 小白惊讶地看住喜娃娃 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也不相信自己看到的 但当她见到喜儿已经开了 才不得不相信 她的好朋友 喜娃娃叛变了 你个小胖兔 没想到啊没想到 喜憨憨长得憨憨的 天真可爱的样子 也会背叛有意啊 还还啊 小白 我也莫得办法呀 我好难呀 在大魔王马舅妈面前 她 喜娃娃 一个几岁的小娃娃 能蹦之多高呢 逃不出手掌心呀 既然逃不出手掌心 不如趁机一点便宜 就是苦了小白 小白打凉身前的晚 不满地说 瓜娃子 你怎么才吃这么一点 嗨嗨啊 喜儿偷笑 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呀 到巴拉巴拉 我们快点吃结算 吃完了 我还要去上幼儿园呢 你上个锤子幼儿园 我们放暑假了 哦 哦你马上小学了 你不是幼儿园了 哦 哦 哦 你马上小学了 你不是幼儿园了 哦 不 你刚刚还说你十岁 哦 哦 你说话呀 你有理 你说话呀 喜儿想当鸵鸟 把头埋在沙里 但是小白就在她耳边嚷嚷 让她没办法装没听见 她只能虚张声势道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都被你吓到了 哼 小白 你看 喜儿从兜里摸出一张票子 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会买小熊饮料喝 这是没理就收买 小白不说话 而是来到冰箱前 打开来 从里面掏啊掏 掏出 瓜娃子 你抓啥子 马兰花赶紧问 就要过去拦住小白 但是已经太晚了 小白掏出了两瓶小熊饮料 和和和 我就晓得 舅妈你藏了小熊饮料 马兰花见状 只能认了 你喝了小熊 还能吃完早餐 你要是吃不完 我就让你多助走 喜儿一听 喜出望外 立即 对小白说 小白 小白 舅妈让我们吃不完 都助走了 我们打包泡 中午我们再吃 没有文化的小朋友 显得有点无知哈 小白残忍地告诉她 兜着走 不是打包走的意思 而是打一顿 喜儿一听 立即乖乖地 坐在位置上 一动不动 眼睛盯着牛肉汤粉 如果可以用眼神吃的话 她已经把这小半碗 牛肉汤粉 里里外外吃了个精光 碗盐碗底 都给舔前进了 吃完后 精神地跳下椅子 完全不是吃撑的样子 两人最后 不得不努力吃完 喜儿还好 她占了小白的便宜 只吃了小白 剩下的小半碗 而小白 不得不把替起娃娃兜底 收拾烂摊子 就这样 当两人终于允许下桌后 喜儿还小声对小白说 小白 你下次不要叫我来 救妈家吃饭了 我不来了 她今天是设置才来的 完全是十几天不在家 把马舅妈 喜欢投喂小孩子 这是别忘了 红红火火 恍恍惚就跟来了 下次我们就叫 刘刘 小白说 喜儿一听 连连点头 提议还可以请嘟嘟 要是蹲子也在就好了 他们可以吃一桶 一桶 两桶 这么大的桶 喜儿努力张开双手 比划那只桶是多么的大 喜娃娃 我帮你吃了辣吗 你是不是要谢谢我 喜儿想也没想 点头 小白 我要感谢你 给你 她毫不犹豫地 把小熊饮料给小白 但是小白 不是为了要这瓶 小熊饮料 你帮我抓 叫鸡子塞 一早上 叫鸡子就朝她睡觉 这让小白 十分不爽 她使唤喜儿 钻到床底下去 去把躲在角落的 叫鸡子给赶出来 最好是直接抓出来 在这边这边 小白站在床边 指挥匐在床底的喜儿 快速转移 因为叫鸡子 也在快速转移 突然 喜儿从床底下 钻了出来 捉到了吗 小白问 Hi are here 没有 小白你看 这是什么 喜儿把一个 黑色的塑胶袋 交给小白 里面有东西 第1585章603 加310等于 喜儿钻在床底下 没有找到叫鸡子 找到了一个 黑色的塑胶袋 就是那种垃圾袋 里面藏着东西 她钻出床底 和小白打开来一看 只见好多纸飞飞 不同的纸飞飞 面质不一 喜儿一机灵 有点激动地说 小白 我们是不是发财了 玄机想到 小白有个坏习惯 连忙叮嘱道 小白 你不要丢纸飞飞呀 这是钱呀 可以买小熊饮料 呵呵的 小白描了描这个小家伙 一个幼儿园的小布点 竟然教他认识钞票 真当他傻呀 哼 他把钱当纸飞飞扔 不代表他不认识这东西 他当然知道啊 人家三 四岁的时候 就可以跟在马兰花屁股后去摆摊 负责吆喝和收钱呢 他见喜儿还在唠叨 忠心大意就一个 那就是这是钱 不要当纸飞飞扔了 我晓得 我晓得小白不耐烦地说 我又不是憨憨儿 喜儿还啊 也笑 依然教他 这个是五块钱 这个是十块钱 这个是一块钱 喜娃娃唠叨 怕小白不认识这些面值 但其实最后还是担心小白把钱丢了 两个都是小钱呢 小白问 他扒了垃圾袋里的钞票 发现都是小面值的 偶尔才能看到一两张百元钞 勒个才是纸飞飞 小白拿起一张百元大钞 他要丢纸飞飞 肯定也是丢这个 那些一块五块的 他都没兴趣丢 你要冷静呀 小白 你要冷静 你不要扔 喜儿见他手里的百元大钞 惊呼不已 伸手想要去够 抢回来 担心小白扔了 但是小白早有提防 手臂抬高 喜娃娃蹦蹦跳跳 也没能够到 我不会丢的 小白保证 勒个是谁的 喜儿眼珠子乱转 煞有介事地说 会不会是土地公公的 土地公公 小白疑惑 喜儿点点头 问问问 就是土地公公 休的一下 钻土里了 又休的一下 钻了出来 狼个不是土地婆婆呢 土地婆婆要 照顾 小孙女 那不是舅妈和舅舅的咯 不是iPhone 那我们狼个还给土地公公呢 喜儿摇头 找不到他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喜儿反问 小白 我们帮土地公公收起来鱼 问问问 嗨阿贤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小白 两人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把这笔钱贪污了 收为己有 但是两人一走出卧室 就被马兰花盯住了 鬼鬼祟祟地在干嘛 小白和喜儿 不约而同地摇头 没有 小白你衣服里藏了什么 鼓鼓的 小白和喜儿 连忙不约而同地摇头 过来 给我看看 下一秒 小白想要开溜 但是被早有地方的 马兰花抓住了 啊 舅妈 舅妈你干嘛 任凭小白怎么嚷嚷 都难以逃脱 马兰花的魔爪 自然 她藏在衣服里的那笔钱 也被收走了 这么多钱 你哪里来的 马兰花询问小白 但是小白坚决不说话 于是 她看向一旁的喜儿 喜儿立即招供 巴拉巴拉 竹筒里倒豆子似的 好像慢了一拍 就要小命不保似的 你说你在床底下找到的 床底下有这个 真的假的 马兰花半信半疑 真的是真的 是我找到的 马舅妈你快来 喜儿当即现场演示 她是如何找到这一笔钱的 眼看她要重新钻到床底下去 进行情景还原 马兰花拦住她 表示相信她 小白 是不是这样 马兰花问小白 小白 哼 喜儿 小白 是不是这样 我不跟胖兔说话 喜儿 马兰花万万没想到 老白竟然藏有私房钱 私设小金库是什么下场 最大恶极 马兰花当即没收 并且奖励了小白和喜儿 各一笔巨款 以资奖励 为啥子我只有五块钱 小白极为不满 马兰花说 总共也没几块钱 别看看起来多 其实钱不多 小白 那为啥子喜娃娃 有十块钱 喜儿美滋滋地 捏着自己的十块钱 喜不自胜 嗨嗨啊 你笑个锤子 小白没好气的 嗨嗨啊 我有十块钱呢 小白 你看 喜儿举起票子炫耀 好像根本不怕 小白会抢她的 她倒不是因为 眼前的是小白 才不担心 而是任何人在眼前 她都不会觉得 人家会抢她的东西 哪怕是溜溜 哪怕是张老板 这个天真的傻憨憨 或许这就是劳动的果实 收获的时候 分外有成就感 小白几次想没收她的钱钱 但是最后只说了一句 快点收起来 不要见人 就让人家看 你是不是傻 喜儿嘀嘀咕咕 我才不傻呢 就骂我们走牢 小白朝屋里喊了一句 头也不回地走了 喜儿跟在她身后 一步一驱也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句 就骂我带小白走了 屋里传来马兰花的回应 照顾好她 好的 收到 喜儿顿时来了劲 小碎步追上小白 抓着她的一百说 小白我要看着你 不让你丢了 小白看到她手上的十块钱 就烦躁 凭什么她五块 而喜儿十块 明明是她指挥的呀 爬开 莫挨老子 话虽凶巴巴的 但是却任由喜儿 抓着她的衣服不放开 屋里 马兰花把垃圾袋里的钱 数了两遍 别看满满的大半袋子 但合计起来 只有六百来块 原本马兰花打算全部没收的 男人的小金库要不得 那是罪恶之源 有了钱就想霍霍 但她想了又想 突然觉得她家老白太惨了 这一袋子的零用钱 不知道攒了多久 才攒了这么一些 都是零零碎碎的小钱 总共才六百零三块钱 每一分每一毫 无不透出一股凄凉 她在脑海里把老白拉出来 仔细打量审视 里里外外看了得遍 发现她家老白除了有些闷骚 爱喝点小酒 喜欢跳广场舞 好像也没别的不良爱好 算是个马马虎虎的好男人 想到这里 马兰花把钱重新装好 把袋子绑好 钻到床底下 把垃圾袋重新放回了远处 那是靠墙的床脚处 绑在了床脚上 她费力地钻了进去 然后又费力地爬了出来 高低床的床底很矮 她的体型钻进去不容易 不像喜儿 在下面打几个滚 蹦打几次都没问题 她拿着袋子钻进去 结果又拿着袋子钻了出来 先是坐在地上 歇了两口气 才把袋子打开 从口袋里摸了摸 把身上的钱全部找了出来 总共是310块 她想也没想 把这310块钱放进了袋子里 再系好 费力地钻到床底下 系在床脚上 钻出来 拍拍膝盖上的灰 关上房间的门 出门去店里忙生意 床底下的阴影中 叫机子嘟嘟嘟地叫了起来 黑色的垃圾袋 静静地挤压在角落里 里面是603加310块 但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垃圾袋里 603加310不等于913 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 那是金钱远远无法衡量的情感 第1586章 我真羡慕你呀 小白和喜儿离开了家 两人晃晃荡荡 先回了喜儿家 在家里刚好看到 谭景儿准备出门上班 正要找你们呢 喜儿 你和小白去小红马好吗 谭景儿说 好喜儿乖乖地说 抬头盯着子子的嘴唇 小白也在好奇地打量 但是他没有发现 喜儿说的 锦儿子子的嘴唇上涂了口红 明明什么都没有 你们看什么 嗨啊耶姐姐 你的口红呢 没有涂鸦走 我送你们去小红马 喜儿没有撒谎 谭景儿确实涂了口红 难得的一次 结果忘了还没吃早餐 一次早餐 口红就全没了 于是刚涂上就又擦掉了 主要还是经验太少 他不好意思承认这糗事 哪怕面对的喜儿 三人出了门 走在巷子里 走着走住 小白和喜儿就掉队了 让谭景儿自己先去上班 他们会自己去小红马的 谭景儿想了想 放他们自由 小白已经七岁了 在皇家村是个小明星式的人物 走不丢的 两人目送谭景儿远去 小白对喜儿说 喜娃娃 你子子真漂亮 喜儿开心地笑出声 你长大了也会像你子子一样漂亮的 因为你们长得很像 喜儿大笑出声 不然不足以表达他心中的畅快 为了投桃报李 喜儿也夸小白 小白 你长大了也会很漂亮的 你和前爹可像了 谁知小白听了却不高兴 他一个女娃娃 自 认为全世界最可爱的娃娃 怎么能和一个大男人长得像呢 这不是侮辱他吗 你怎么不高兴呀 小白 我是在夸你呀 喜儿说 我老汉好丑 他还长胡子 这里 还有这里 扎人 小白指了指下巴和嘴唇上方 喜儿还啊嘿大笑 认同的不能再认同了 在白家村度假的时候 他就被前爹用胡子扎过 差点没把我扎死呢 喜儿夸张地说 那你还说我长得像我老汉 还害啊 像爸爸多好呀 我好想像爸爸喜儿憧憬无比 我真羡慕你呀 小白 还害小白 抬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搂住他漫步在皇家村的街头巷尾 两人手上有钱 就老想怎么花掉 喜儿在一家小店门口的小摊子上 看中了一只红色的发卡 想买给他的子子 但一问价钱 要十五块 喜儿的钱不够 小白健壮 大方地把自己那五块钱给了喜儿 两人凑一起 买了一只红色发卡 喜儿拿到了手 开心不已 打亮发卡 觉得这真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发卡 戴在他子子的头上 一定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 小白你看 他把发卡给小白看 这只发卡其实很普通 才十五块钱 能有多精致 不过 对小孩来说 价钱永远不是一件物品好坏的标准 甚至不是标准 相对于大人 他们可能更准确地把握了事物的本质 好看我帮你戴上腮 喜娃娃小白说 喜儿还啊笑笑 白手说 是给我姐姐买的呢 不是给我的 小白 你姐姐上班去了 等她下班了 我们再给她 现在先给你戴上 说完 不给喜儿任何机会 直接捉住她 摆弄她的头发 用发卡夹住 夸赞道 要得 可爱惨了 喜娃娃喜儿乐坏了 一路 蹦蹦跳跳 真的跟一只喜鹊似的 只是乐极生悲 两人走住走住 才发现周边越来越冷清 那些店面少了很多 人流更少了 环顾四周 他们似乎走到了一处偏僻的角落 缠缠我们走错 小白说 喜儿点点头 旋即鼓励小白 你不要怕 我会保护好你的 说着 小手一抓 抓住了小白的衣摆 那么的用力 怎么看起来是她害怕呢 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喜娃娃不晓得怕个啥子 两人掉头往回走 走到一束交叉路口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们吃了吗 你们吃了吗 好像在问他们 两人寻声看去 只见右边的一条小巷子里 站着一个小男孩 喜儿从小白身后探出头看了看 开心地说 哈 是徐军 是俺没鸭 俺和小白呢 玄机 这个喜娃娃对小白说 小白 小白 是徐军 生怕小白不认识徐军似的 俺的好朋友 喜儿补充 小白没好气地说 你能不能不要俺俺的 我喜儿立刻改口 既然东北话不让说 那就说小白的四处话落 是老子的好朋友 小白 小白挥手 要他快点滚蛋 他问徐军怎么在这里 徐军笑呵呵地说 他和奶奶一起出门的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老奶奶 他正在地上收拾一些塑胶瓶 喜儿又冒出头来赞叹 徐军 你有奶奶 你真厉害呀 小白这才注意到 徐军手里拎着一个大麻袋 里面鼓鼓的 不知道装了什么 不会是舅舅那样的纸飞飞吧 似乎看出了小白的疑惑 徐军笑呵呵地打开口袋 给他们看了看 是一堆的塑胶瓶子 他们一眼就从中 看到了一只小熊饮料的瓶子 原来你在捡瓶子呀 到喜儿说 你是在赚钱吗 徐军点头 我今天已经捡到了很多 你们是不是迷路了 没有 你怎么知道 小白或喜儿的声音同时响起 一个说没有 一个却承认 有点尴尬哈 徐军却不尴尬 他指了指东北的方向 说小红马在那的方向 喜儿抬头看了看 只见那片天空上 有一朵朵漂亮的云 像是白家村的一层层水稻田似的 洛迪洛迪 我要飞过了 小白 你快抓住我的翅膀 我带你 喜儿狂蹬右腿 似乎要发动了 一只装了引擎的鸟 哈哈哈哈 徐军被逗乐了 小白解释说 喜娃娃不是傻 他只是好扩爱 傻伏伏 不知道傻伏伏 到底算不算是傻 还是傻的一种 徐军说 你们要是不小的路 就跟住我吧 我带你们去 这不好散发 俺们都是兄弟姊妹 你帮我 我帮你 这话说的小白胸中 一阵热血 喜儿也点头 俺们谢谢你 这个小朋友张口闭口岸 比徐军这个东北营 都要东北话 起码徐军没有把 矮时刻挂在嘴边 他只是偶尔 才冒出一次 徐军跑去告诉奶奶 他先送朋友回小红马 然后带着小白 和喜儿出发 小白问 我们要不要 先帮你奶奶干活 喜儿也点头 帮一群老人家散发 徐军说 我先送你们回去 送完了 我就回来帮我奶奶 当三人一边聊天 一边走 走到一出垃圾桶旁时 喜儿指了指 对徐军说 记住这里 等一下可以来这里找小熊饮料 这里放了五个超级大的垃圾桶 垃圾桶的颜色有红的 蓝的 绿的和黑的 垃圾桶里垃圾堆的高高的 在旁边靠墙的地方 也堆了一排黑色的巨大垃圾袋 三人经过这里 忽然看到一个大塑胶带 竟然在动 第1587张小萌 在一堆高大的垃圾桶旁 堆放了一些超大的黑色垃圾袋 垃圾袋里鼓鼓囊囊 显然是装满了垃圾 现在是夏天 垃圾桶里臭味飘扬 苍蝇乱飞 徐军带着迷路的小白和喜儿 经过这里 要回小红马 但是就在他们经过时 突然靠着墙放着的一个黑色垃圾袋 动了起来 嘻嘻嘻嘻 三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看了过去 垃圾袋里面确实在动 但是动了几下 又不动了 三人面面相去 喜儿异想天开地说 会不会是一个宝宝在里面 她和小白在家看电视 看过古代的妈妈 把小宝宝放在木盆里 丢进河流中随步逐流 她稍微联想一下 便想到现在的妈妈 把小宝宝丢在垃圾袋里 然后丢到外面 她说完 自己也觉得不可能 嗨啊也笑 谁知小白竟然点头附和 并且进一步联想 肯定是不听话的宝宝 不听话的宝宝 就会被妈妈丢掉 不要了喜儿一听 是这个道理呀 她虽然没有遇过这样的妈妈 但是榴莲遇过呀 小红玛里也有不少小朋友遇过 例如王小宇 这些遇过的小朋友 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都很调皮捣蛋 他们常听妈妈说 再不听话 就把你丢掉 不要了 捡一个听话的小宝宝回家 两人热烈地交流看法 一旁的徐军听得挺无语的 他虽然比小白小一岁 但看起来更成熟懂事 加上身材高大 俨然一个小哥哥似的 就在小白和喜儿交流期间 黑色的垃圾带不动了 一动不动 走吧 徐军说 可能是野猫钻到里面找吃的 喜儿 夜猫胡子 什么是夜猫胡子 徐军问 小白 不是夜猫胡子 现在是白天回家 喜儿一步一驱 跟住两个离开 但是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总感觉 那个垃圾袋里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突然 啊 喜儿忽然大喊一声 走在前面的小白 和徐军回头看过来 小白问 拉个了 叫啥子 喜儿抬手 指着 那个黑色垃圾袋 结结巴巴地说 小白 你在说啥子 有人 喜儿激动地说 那个袋子里有个人 我看到露出脑袋了 喜儿说得好吓人 小白和徐军 也不由盯着那个垃圾袋 瞧 这会儿 垃圾袋里 又稀稀疏疏动了起来 动作越来越大 好像真有什么要出来 小白赶紧把喜娃娃 拉到身后护着 喜儿从他身后露出 半边脑袋 看稀奇 在三人震惊的目光中 那个黑色垃圾袋里 真的伸出了一颗小脑袋 紧接住 站起了一个小女孩 她穿着蓝色的小T恤 和黑色的短裤 一头短发 脸蛋瘦瘦小小的 有点脏 但是还好 看起来挺前进 她的眼睛很明亮 看向了正盯着她的三人 脸上露出笑容 率先说话道 哈哈 我被你们发现了 像是在和好朋友 捉迷藏后被发现了 是的 脸上的笑容 看起来分外灿烂 热情地朝小白三人挥手 哈哈哈哈 你好吗 徐君自来熟 像是捡到老朋友似的 打招呼 我很好压 对面的小女生答道 喜儿从小白身后 蹦跶出来 见人家跟她打招呼 也挥手 还啊也笑道 是我发现你的 你在捉迷藏吗 垃圾袋里的女孩 点头说 捉迷藏 啊 对呀 我在捉迷藏 没想到被你 发现了 你们好呀 我叫小萌 我叫喜儿 喜儿说完 指了指身边的小白 和徐君说 她叫小白 她叫君子 你怎么躲在垃圾袋里 小白不能让喜儿 把话全说了 她可是姐姐呀 小萌嘻嘻笑 眼睛里透着古灵精怪 这样才不会被发现呀 嘻嘻 但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徐君打量四周后说 你的朋友呢 和你捉迷藏的 小萌 小萌也打量四周 说道 阿道 他们一定是找我去了 我走了 拜拜 说完 小萌 从垃圾袋里走了出来 拍拍 黏在身上的卫生纸 瞅准一个方向 就走了 但是走了几步 想到什么 嘀咕一句模糊的话 转个向 朝另一条路走了 她看起来 比喜儿高一点 但是没有小白高 年龄应该介于 五岁到七岁之间 不会超过七岁 她瘦瘦的 身后背了一只红色的 印有小猫咪的书包 拜拜 我们在小红马 你可以来找我们捉迷藏偶 喜儿热情地挥手 叫小萌的女孩 回头笑住说 小红马吗 我知道 在路口那边 我知道了 有空我会来找你们玩的 三人目送她离开 消失在转角处 徐君说 她看起来好奇怪 但是她说不出 到底哪里奇怪 三人在回小红马的路上 还一直在讨论 刚才的那个小萌 怎么会有女生捉迷藏 躲到垃圾袋里 只有程程以前捉迷藏时 躲到了纸盒子里 让人一顿好找 小红马静在眼前 徐君把小白和喜儿 送到后 便返回找奶奶 皇家村的小巷子 七转八绕 但是不会绕晕塔 她对方向很敏感 对这里交叉纵横的巷子 十分熟悉 怎么走也不会走丢 每一天 她都要在这些小巷子里 转来转去 就算晚上 她也从来不会迷路 依依 在走到一个转角处时 她撇到一个红色的书包 在眼前一晃而过 有一个身影 走进另外一条巷子里了 徐君觉得眼熟 很快想了起来 好像是不久前的 那个小萌 她追过去 来到那条巷子口 放眼看去 却什么也没看到 她想了想 还是决定往前走 去看看究竟是不是小萌 这条小巷子有些冷清 没什么人 路边只有一两家店铺开着 经营的也是早点铺子 和炒粉炒面的小店 徐君快步穿过这里 又走到了一个路口 左右看了看 都没有看到小萌的身影 不禁怀疑 自己刚才看到的 是不是错觉 她抬头看了看太阳 选择了左边的巷子 决定去找奶奶 今天还有很多地方 没去捡呢 她刚走 刚刚经过的小巷子里 立刻出现了 背住红色书包的小萌 她是从旁边的 炒粉店里走出来的 我跟妈妈要了钱 就来你这里吃炒粉 哈哈 小萌笑着 对小店老板说道 转过身去 漫无目的地 朝远处走去 她的小肚子 咕噜咕噜地在想 她已经饿了 从昨晚到现在 她什么都没吃 她同样也来到了路口 和徐君不同的是 她选择了 另外一个方向的巷子 第1588章 我去找她 小红马学园里 缠声不断 阳光灿烂 树影婆娑 一阵阵风 从小树林里吹来 老李惬意地 坐在小树林里 倒是不觉得炎热 难得的是 今天她没有在煮茶 天热 煮茶不合时宜 谁这个时候喝热茶 得喝凉茶 不过 老李喝的凉茶 可不是市面上 拿出来卖的那种凉茶饮料 而是她老婆给她特地做的一种凉茶 是用荷叶与一些中药材放一起煮的 能够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 味道不怎么样 苦涩味比较重 但是对老李来说 这味道习以为常 苦住苦住 就有快感 他老婆煮了一个大壶 他自饮自煮 悠哉悠哉 耳边响起星小光暴躁的声音 从工作室传来 没一会儿 星小光现身了 他看起来十分烦躁 来到老李这边 老李什么都没问 给他倒了一杯 去去火 太苦了 不喝 跟喝药似的 星小光觉得老李越来越鲜 以前喝茶 还有些茶味 现在喝的这个凉茶 感觉就是在喝中药 刘刘他们说的对 不会是用桑叶子泡的吧 来了来了 星小光看到两个小身影 也从工作室里跟了出来 一高一矮 正是小白或喜儿 这俩被张探委托 给了星小光和老李照看 他自己则跑去公司里 处理一些工作事务了 小光哥哥 小光哥哥 你看我画得好不好看 喜儿兴奋地跑过来 手里拿着一幅画 说是他给星小光画的肖像图 星小光看了一眼 鬼知道是他不是他 反正全凭一张嘴 说是就是 说是老李也说得通 说是鬼也没半点毛病 他今天本来是来加班的 结果被张探抓了拆 一上午差点没被这俩烦死 还打不得骂不得 只能哄着 本来 张探是委托他和老李一同照顾的 但是两个小朋友不找老李 只找他 星小光知道 那是因为老李给他们两个喝了一口 所谓的特制凉茶 把两个小朋友给堵跑了 根本不跟老李完了 星小光一边应付小白或喜儿 尤其是谈喜儿小朋友 太热情太多问号了 小小的脑袋里 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小白 你爸爸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星小光问 他恨不得赶紧开溜 把小白或喜儿交出去 小白 我老汉说 他中午不回来了 让我们跟你一起吃饭吧 什么 星小光差点跳脚 小光哥哥 你那么大声干嘛 喜儿有点不满 刚才把他吓一跳呢 星小光顾不得喜儿的不满 他震惊于张探作为资本家 对工薪阶层的无情压榨 他不仅要上班工作 为老板创造价值 还要利用周末时间 带孩子给老板 那你们中午吃什么 星小光问 小白说 你吃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你看住扮啪啪 喜儿复和 点头说 你看住扮什么片 我们早上吃得饱饱的 中午吃一点点就够了 星小光想省一点午餐前 最近在存取小元老师的品金 要不 你们跟李白白一起吃午饭吧 我午饭很随意的 因为我在减肥 保持好身材 小白和喜儿凑一起嘀嘀咕咕商量 刚要商量出一个结果 就听老李说 我的午餐确实很好吃 我打算用凉茶泡凉面吃 不吃了不吃了 我们跟小光哥哥一起吃 喜儿连忙摆手 不陪老李喝凉茶 苦得人类幼崽的胆汁 都要吐出来了 星小光无语 看向老李 只能恨恨地说 你狠 我就不信你真用凉茶泡凉面吃 你不信我就 泡给你看 老李对自己够狠 当场用凉茶泡凉面 星小光还能说什么 只能给他竖起大拇指 为了摆脱两个小尾巴 老李是豁出去了 他只好带小白和喜儿出门 到皇家村里找地方吃饭 他们刚从小红马离开 旁边花坛走出来一个 背着红色小书包的小女生 是小萌 他目送小白和喜儿离开的背影 没有喊他们 而是继续往前走 来到小红马门口抬头打量 小红马深夜学员 就是这里晚上有好多小朋友 小萌自言自语 在牢里发现他之前 装作若无其事地打门口走过 来到了西长安街和皇家村交叉的路口 他左右打量 只见四周车水马龙 高楼大厦林立 和皇家村旁扶两个世界 他想要去找妈妈 但是看到这一幕 心里不禁害怕 想了又想 还是掉头回去了 他一天都在 皇家村里转悠 徐军因为跟住奶奶捡瓶子的原因 所以有几次都看到了他的身影 但当追过去时 却始终没找到人 天色渐渐暗淡 暮色降临 皇家村里夜色来得更早 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 阴影四散而开 尤其是一些偏僻的巷子里 皇家村的中心区域热闹有生活气 但是其他更大范围的外围区域 则要冷清得多 徐军陪奶奶忙碌了一天后 终于回家了他爸爸上班还没回家 但半小时前打了电话回来 叫他们晚上不要煮饭 他会带一些好吃的回来 当他洗完澡 爸爸也刚好回家了 带来了他爱吃的烧鸡 此外还有奶奶爱吃的麻婆豆腐 君子快来吃饭 徐军的爸爸人高马大 是个彪形大汉 他是山东人 离婚后带着老娘和儿子来浦江打工 徐军本来就饿了 闻到烧鸡的味道后 食欲大震 一家三口 虽然家里条件简陋 但是三人凑一起 就是一个家 一个都不缺 那就是幸福 虽然辛苦 但是现在家里有希望 有笨头 一切都会好的 徐军的爸爸 一边帮老娘和儿子夹菜 一边劝他们以后不要去捡瓶子了 天热太辛苦了 他一直不赞成他老娘去捡瓶子 但是他老娘见儿子辛苦 待在家里无聊 便在皇家村里到处闲逛捡点瓶子 买点小钱 说不定能凑到徐军下学期的学费呢 下雨了 收衣服了 忽然屋外有人喊道 接着喧闹起来 是人们纷纷出来收拾衣服 你们吃饭 我来收衣服 徐军的阿爸爸放下碗筷就出门了 徐军也跟住走了出来 站在屋檐下 感受这场夜雨 是小雨 稀稀利利 很快头发上就密密麻麻的一片了 君子 快进屋 别淋雨 你饭没吃完 屋里 奶奶在喊她 但是徐军却不为所动 不知道为什么 他脑海里忽然冒出小萌 背着红色小书包 在皇家村里漫无目的地游走的身影 他会不会还没回家 徐军越想越觉得可能 外面下雨 他能去哪里 自从第一眼看到小萌 徐军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奇怪 他不像是在跟好朋友捉迷藏 更像是被人赶出来的 想到这里 徐军跑到家里 拿了一把伞就跑出去了 他爸爸跟住跑了出来 君子你去干嘛 爸爸 我去找个人 你回去吧 找什么人 天黑了 徐军没有回答 眼看他的身影就要消失在雨中 他老爸也撑了一把伞 跟了出来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人 徐军把白天看到的小萌 跟他说了 徐军的爸爸一听 立刻和他分开 从另一个方向去找 这时夜幕笼罩 天上下注雨 路面已经被打湿 要找一个小孩子 太难了 徐军到白天遇到小萌的几个地方找 一边找一边喊他的名字 小萌你在哪里 第1589章 我还是让你发现夜剖 徐军和他爸爸分开 各寻一边 夜色朦胧 约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地面湿漉漉的 屋檐下雨珠串成了线 从稀稀粒粒变成了花啦啦 狗子们毛发湿漉漉的 蹲在屋檐下 搭拉着耳朵 看住屋外的小巷 忽然听到有人喊话 耳朵一耸 看了过去 徐军撑着雨伞 急匆匆地从眼前 走过 眼睛在两边扫视 寻找背书包的小女孩小萌 时间快速流逝 徐军越来越急躁 雨这么大 夜这么黑 孤身一人的小萌 要是真如他猜测的 无家可归 那现在他会落得 什么样的下场 别说小萌一个 几岁大的小女生 就算是徐军自己 让他晚上在皇家村里 游荡无家可归 他也做不到 他会害怕 皇家村很大 繁华的只是中心地带 更大范围的是偏僻的老房子 一到晚上显得极为冷清 让人害怕 小萌你在哪里 徐军大喊 语气中多了交集 叔叔 你有看到小萌吗 徐军问一位 开杂货店的店老板 小萌 是谁 就是一个小女孩 大概五岁的样子 背着一只红色的书包 短头发 你有看到吗 没有注意到 哦 谢谢 徐军失望地离开 继续走了两条巷子 来到一家炒粉店前问 老板 你家炒粉真香呀 老板一喜 以为下雨天 也有生意上门了 谁知这小孩 下一句就是 老板你有看到 一个背着红色书包 短头发的五岁小姑娘嘛 听说是在找小孩子 老板瞬间认真起来 努力想了想说 背着红色书包 好像看到了 但那是傍晚的时候 一个小时前了 他往那边走了 老板指了指左边的巷子 徐军洗上煤烧 虽然那是一个小时前的事情了 但是总算有了一点小萌的消息 说明小萌还在这里 谢谢老板 不用谢 不要把人弄丢了 快点找回家 徐军一路快步走 边走边喊小萌的名字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人 时间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 人还没找到 而雨已经变成了滂沱大雨 雷声阵阵 闪电划过夜幕 徐军站在一个巷子口 站在不到半米的屋檐下 带着哭声打电话给爸爸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询问爸爸有没有找到小萌 尽管知道爸爸要是找到了小萌 一定会打电话给他的 但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我这里没有找到 但是有人看到他了 爸爸在电话里说 我也没找到 雨这么大 他会躲到哪里去了 说着说着 徐军情不自禁地就哭了出来 他爸爸在电话里安慰他 或许小萌并非无家可归呢 不要只往坏处想 都有好几个人看到他在巷子里 这么晚了 他要是找到家 肯定就回家了 徐军说 他爸爸问了他所在的地点 很快就赶了过来 跟他会合 徐军见到爸爸出现 扑在他怀里大声哭了起来 平常再如何地坚强 再如何地假装成熟 但终究也只是个小孩子呀 徐军的爸爸徐龙抱住他 什么也没说 无声地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 徐军的雨伞掉在了地上 徐龙把雨伞前倾 帮他挡住所有的风雨 而自己的背部已经被雨湿透 过了会儿 徐龙才轻声说道 是不是想到了妹妹 徐军默不作声 过了会儿才闷闷地嗡了一声 他有个双胞胎妹妹 只比他小一小时 可惜如今两人分隔两地 相距千里 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 徐龙和老婆离婚后 儿子判给了他 女儿判给了前妻 夫妻俩离婚 受伤最大的是孩子 徐龙愧疚无比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雨这么大 电闪雷鸣 人们都早早地回到了家里 徐龙见儿子这么伤心 果断地说 不哭了 我们继续找 今晚一定要找到小 蒙徐军不哭了 坚定地点头 恩他今天看到 小缠 就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他觉得妹妹和小蒙好像 只要一想到妹妹 在这样的夜晚 无家可归 一个人四处流浪 他就心痛难忍 徐军捡起 掉在地上的雨伞 走入夜雨 继续找人 要不要我们一起 徐龙见一道 这么晚了 又下大雨 他有些不放心儿子 不 我们分开 这样希望多一些 徐军果断拒绝 说完 他便快步走入了 一条小巷子 徐龙目送儿子的背影 引入夜色中 小小的 但是在他眼里 却格外地高大 他既心疼又骄傲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 徐军依然没有找到小蒙 但透过询问 有人十几分钟前 见过小蒙 这给了徐军希望 让他始终不气馁 但心中 也不可避免地 越来越焦急 不知不觉中 他又来到了 之前那家炒粉店前 老板 你家炒粉好香 老板闻声看了出来 见识他 笑道 好香你也不会买 呵呵 呵 老板 你有看到小蒙吗 你还在找呢 对啊 我没找到他 你这么住急地找他 难道他是你妹妹吗 不是 但是他长得好像我妹妹 那我知道了 老板消失在店里 徐军连忙问 老板你有看到吗 老板 没有回话 徐军以为对方不耐烦了 正准备转身离开 忽然 店里传来一个软软的 轻轻的小女声 君子 这声音徐军并不熟悉 但是他却瞬间就听出来了 这是小蒙的 他猛地回头 看向这家炒粉店 只见一个背住红色小书包的女孩 翘生生地站在杂乱的饭桌椅之间 看住他在笑 徐军以为自己看眼花了 嘻嘻嘻嘻 君子 我还是让你发现 我太害怕了 徐军惊讶无比 你 你你怎么在这里 他看向去而复返的老板 彭扶在问 原来小蒙就在你这里 你却说没看到 老板连忙说 之前你问我的时候 小女孩确实不在我这里 是后来你问我之后 我有留意 刚好看到小蒙经过 就把他叫了进来这么大的雨 他能去哪里 小蒙的头发乱糟糟的 好在是钱的 不久前用毛巾擦拭了 小蒙的眼睛亮晶晶的 看住徐军有光芒闪烁 为什么要一直找我 小蒙问 我 我 这个问题把徐军问住了 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 他和小蒙也才今天第一次见 说过的话没超过两句 嘻嘻嘻 谢谢你 君子 我好开心呀 哈哈 哈哈哈哈 两个小孩突然相视而笑 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的善良根本不需要解释 这是一种由心而发的情感 第1590章笑着说 徐军给他爸爸立刻打了电话 他爸爸再往这边赶来 你要跟他回去吗 老板问小蒙 小蒙想了想 见徐军目光真诚 于是朝老板坚定地点了点头 他选择相信眼前这个小哥哥 因为他看到这个小哥哥 今天一直在找他 从白天到晚上 小蒙当然不是毫无感知 对徐军的寻找他是知道的 很多次是他躲了起来 不然早就被徐军找到了 正因为徐军多次寻找他 大晚上下着大雨 身上衣服都淋湿了 还在不辞辛苦地找他 只是因为担心他 小蒙相信这个小哥哥是个好人 你吃饭了吗 徐军问小蒙 不等小蒙回答 便对老板说 老板 我们吃一碗炒粉 你家的炒粉肉真多 老板笑道 你不用 给我戴高帽子 我家的炒粉肉丝不多 但也不少 多了我要亏本 一碗才十块钱 我能赚几个钱 呵呵呵 徐军的笑 心思被老板发现 尴尬地笑 小蒙这时候说 君子 我吃过了 老板给我炒了炒粉吃 好多肉 我都吃饱了 你看 我打嗝了 哈哈 小店老板收留了小蒙后 见小女孩又冷又饿 就给他炒了一份炒粉 谢谢你 徐军对店老板说 店老板挥挥手 谢什么 乐于助人 这时候徐龙赶来了 见到儿子和一个小女孩 在一起说说笑笑 便知道是小蒙 他带着两个小孩回家 和店老板挥舞 店老板目送他们离开后 收拾桌椅 关门打烊 忽然他在餐桌上 看到了一张十块的钞票 愣了一下 追到店门口 却只见巷子悠悠 小蒙三人已经走远了 徐军领着小蒙回到家里 奶奶已经等了一夜了 见到小蒙 心疼不已 但是他们一家人 什么都没问 先让小姑娘好好休息一下 睡一觉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奶奶带着小蒙去洗澡 徐军则从箱子里 找出了一套小女生穿的衣服 徐军问 这是妹妹的衣服 你要拿给小蒙穿吗 嗯 徐军点头 这是他妹妹的衣服 他收藏起来 留作纪念的 平时舍不得拿出来 今天去二话不说 拿出来给小蒙换上 徐军到厨房 做了一点瘦肉粥 带小蒙洗澡出来后 吃了一点 再填点肚子 晚上好睡觉 衣服真好看 啊哈哈 他从厨房出来 听到小蒙和儿子在说话 旋即就看到小蒙 站在镜子前打亮自己 语气中满是开心 他见到徐龙 显得有些害羞 没好意思再照镜子了 晚上你和奶奶一起睡 好不好 徐军对小蒙说 小蒙点点头 乖乖地和奶奶回了房间 小蒙 这个给你 什么 它是一只小猪娃娃 你可以抱着它睡觉 夜已深了 小蒙这一天又累又饿 直到现在 才稍微放松下来 躺下没一会儿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徐龙去上班了 徐军起床洗漱 听到厨房里有声响 不用猜 也知道是奶奶在准备早餐 于是看也没看就问道 奶奶 小蒙昨晚睡得好 我睡得好 香 小蒙的声音在厨房里响起 徐军探头往厨房里看了看 看到小蒙在帮奶奶打下手煮饭 哈哈 原来我是最后一个起床的呀 叔叔已经去上班了 徐军洗漱过后 便和小蒙坐在了餐桌前 准备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是豆浆油条和包子 蒸蛋 碟子里有两个鸡蛋 奶奶放了一个在小蒙的碗里 把另一个给了徐军 但是小蒙紧接住 便把自己碗里的鸡蛋也给了徐军 我不爱吃鸡蛋 小蒙说 徐军二话不说 把鸡蛋重新放回了他的碗里 小孩子不能挑食 小蒙又想把鸡蛋给奶奶 但是奶奶说他不爱吃鸡蛋 吃了早餐 跟平常一样 徐军要跟住奶奶外出做事 小蒙漠不作声地背起小书包 有点茫然无措 徐军这时候忽然说 小蒙快把你的水壶带上 我们跟奶奶出门去了 奶奶也笑着说 怕 不怕晒黑啊 不怕我很会干活的 小蒙的语气中透着欢快 他跑去厨房 给自己的水壶装满了水 跨在腰间 准备和徐军出门 不要背书包 中午就要回来的徐军说 小蒙飞快地跑回卧室 把自己的小书包放下 一阵风湿地返回 兴致勃勃地待机等候 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出发 徐军喊口号 小蒙跟在他身后 一步一驱 像个小尾巴似的 经过一上午的熟悉 小蒙算是和徐军 奶奶打成一片 渐渐融入其中 中午在家里吃饭 只有他们三个人 徐龙在公司吃午餐 上午走了许多路 午餐吃得格外香 小蒙脸上红扑扑地 看起来精神抖擞 嘴里唧唧喳喳 下午还打算大干一场呢 这时候 徐军忽然问他 小蒙你家里人没看到你 会不会这急啊 你要不要给他们打个电话先 小蒙呆了呆 寻机笑道 我 跟我爸爸说了 我要出来晚几天再回去 徐军呜了一声 没再多问 他心里不相信小蒙说的这句话 这是借口 但是徐军不愿意多问 因为小蒙一定会伤心的 如果小蒙相信他 自然而然会跟他讲 无需多问 这是奶奶教他的 晚上我们去小红马 找小白和喜而玩 那里有好多的小朋友 你可以到处交朋友 小蒙跃跃于世 问我也可以去吗 可以啊 我 带 你去 好昨天小白和喜而 叫我去小红马玩呢 对啊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嘻嘻哈哈哈哈 下午的时候 奶奶给他俩买了两瓶 冰镇的小熊饮料 坐在巷子口的阴影下休息 巷子里穿堂风呼呼而过 十分凉爽 小蒙和徐军热烈地聊着天 徐军告诉小蒙 他们是从北方来的 他妈妈是东北营 他爸爸是山东营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和我爸爸生活 我妹妹和我妈妈生活 小蒙难过地说 那你一定很想你的妈妈和妹妹吧 嗯 啊哈哈哈哈 你不要难过 你们早晚会见面的 你还这么小呢 将来很长的事 呀 你呢 哈哈 我爸爸和妈妈也离婚了 我跟我爸爸 但是我爸爸的女朋友不喜欢我 所以他也不喜欢我了 我肯定是调皮的小孩子 爸爸不喜欢调皮的小孩子 调皮的小孩子 就会被装在垃圾袋里丢掉 他见徐军震惊的样子 哈哈笑道 我逗你玩的呢 我们是在捉迷藏 我躲在垃圾袋里 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我听到他们到处喊我的名字 到处找我 但是我没作声 因为我要去做一件大事 不能让他们知道 第1591章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晚上你会带我去小红马玩吗 小蒙有些忐忑地询问徐军 虽然徐军之前提过 晚上带他去小红马 但他知道 去小红马必须报名的 还要付钱 只有这样才能去 他既没有报名 也没有钱 就进不去 吃了晚餐 我们就去 里面有很多小孩子 你可以找他们玩 徐军说 郝小门欢快地应道 他不问报名交钱的事 既然徐军说了 那肯定能够做到 两人白天跟住奶奶 在皇家村转悠 太阳要下山了 才返回家里 徐军拖着大麻袋 里面装着 今天见到的瓶瓶罐罐 拖在地上哗啦啦作响 小萌跑到他身边 小手也抓住一处 帮忙一起拖夜 小萌你听 声音像不像小溪水 徐军笑道 小萌愣了愣 哈哈大笑起来 真的呢 好像小溪流水压 里面是不是有小鱼呀 徐军嘴里土泡泡 啵啵响 说他就是一条大鱼 两个小孩子嘻嘻哈哈 虽然辛苦 但是他们从中作乐 快乐取决于心态 而不是身处何地 小萌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鱼 当我经过菜市场时 奶奶便买了一条姜鱼 说晚上做给小萌吃 小萌惊喜地问 给我吃 奶奶说 你不是喜欢吃鱼吗 姜鱼很好吃 肉嫩没有什么鱼刺小萌 你喜欢吃红烧 还是炖鱼汤 小 萌开心地说 炖鱼汤我们可以一起喝汤 人人都有份 徐军笑道 我也喜欢喝鱼汤 真心啊 我奶奶炖的鱼汤非常好喝 可真棒呀 小萌听得憧憬不已 都要流口水了 三人回到家里 洗菜切菜 准备做晚餐吃 奶奶主厨 徐军打下手 小萌又给徐军打下手 两小人儿在小小的厨房里忙碌 我回来了 徐龙下班回家了 直接来到厨房门口 往里看了看说 在做什么 这么香 鱼 小萌脸红扑扑地说 奶奶在炖鱼汤 等一下就能吃了 好这个给你们 一人一瓶 是小熊小萌看到 瓶身上圆滚滚滚的小熊 欢快地说 徐龙在回家的路上 买了两瓶小熊饮料 给小萌和徐军 他还买了一份豆腐脑 是给奶奶的 奶奶喜欢吃这个 晚餐刚好做完了 四菜一汤 四人围着餐桌坐下 餐桌是木制的方形 折叠餐桌 很小 直径只有六十厘米 放了几个菜 就基本上摆满了 饭碗要端在手里 徐军说 我们家第一次 有四个人一起吃饭 真热闹啊 小萌嘻嘻笑 先喝一点鱼汤吧 奶奶给他们三人 一人盛了一小碗鲜鱼汤 香气扑鼻 一家人其乐融融 坐在灯光里 徐军一边吃饭 一边热情地讲述 白天遇到的趋势 徐农认真地听着 遇到有兴趣的 就多问几句 父子俩热烈地进行沟通 奶奶在一旁听着 需要的时候 才补充一两句 大多时候 是在帮徐军和小萌加菜 但黄色的灯光 从头顶撒下 笼罩这片小小的餐厅 屋里虽然简陋 但是充满生活气息 家里时不时 响起温暖的笑声 小萌一边大口口吃 一边用大眼睛 偷偷描热烈地聊天的 徐军和徐农父子 时不时跟住傻笑一下 眼中满是好奇 真的捡到十块 徐龙询问徐军 徐军点头说 是真的 不信你问小萌 是他发现的 小萌一边扒饭 一边连忙点头 嗯嗯嗯 今天他们在路边 捡到了十块钱 不知道是谁掉的 被徐军收起来了 交给了奶奶 然后奶奶给他们 买了两瓶小熊饮料 吃完一口饭的小萌 迫不及待地说 我还捡到了一支铅笔 藏在书包里了 叔叔你要看吗 那就看一下吧 徐龙说 小萌立刻放下碗筷 跑去找自己的书包 从中拿出了那支 剪刀的铅笔 铅笔只还有一大截 你看 是红色的 小萌得意地 把铅笔交给徐龙看 徐龙看完后 徐军又看了 奶奶也点评了两句 完了 他才把铅笔好好收起来 你会写字吗 徐军问他 我会画画 小红马 有人好会画画 他们画的是动画片 徐军说的是 小红马漫画工作室 星小光那些人 他偶尔才进去过一次工作室 看到里面有很多手稿 很好看的那种 哇小红马 又是小红马 小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了 吃了晚饭 奶奶没让他们帮忙 催促他们快去小红马吧 已经六点半了 小红马已经开了 现在肯定很热闹了 奶奶说 叮嘱徐龙带他们去 尽管徐军坚持说 自己就可以去 但是徐龙依然领着他们出发了 远远的 他们就看到小红马的招牌 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五颜六色的灯泡在闪烁 在许多人眼里 这装饰很有九十年代的风格 说不上美观 但是小孩子们都很喜欢 采访后好评率竟然百分之一百 所以黄仪就是保留了下来 坚决不听一些人的意见 换个现代化的 小红马里传来歌声 是小孩子在唱歌 是谁唱歌 真好听小门问 他唱的没有这个好 徐龙仔细听了一下 说肯定是史包 只有史包唱歌有这么好听 史包是谁 小门问 徐军是一个帅哥 帅哥 我喜欢看帅哥 哈哈 两人来到小红马门口 门开了一点 刚好够一个人过去 他们一出现 老李就从港亭里伸出脑袋来 是徐军啊 旋即看向了小萌 这个是 我是小萌 小萌倒是不认生 主动介绍自己 徐龙跟老李说了两句 老李便让徐军 带着小萌进了学园里 你们去吧 我回去了 徐龙目送他俩 混进小朋友们中后 和老李交谈起来 不知道哪里的小女孩 那要找小敏老李说 丁家敏还没来 应该马上就会到 老李要徐龙在这里等一会儿 进入学园的徐军和小萌 很快就看到了 正在唱卡拉OK的石包 石包周围围了很多小女生 一个个惊叹不已 欢呼不断 长得帅的石包包 在唱歌的时候 魅力加倍 小女生们都喜欢听他唱歌 跟他玩 小萌也喜欢他 正当他想走近一些时 忽然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什么 刘刘爸爸的拉巴巴 在榴莲身上了 天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 刘刘臭了吗 真的拉巴巴 在刘刘身上了吗 刘刘哭了吗 我们不要靠近刘刘 他臭臭的 徐军打听了消息 过来告诉小萌 说沈刘刘的爸爸 拉巴巴在沈刘刘的身上了 小萌听得目瞪口呆 还有这样的事 哪个是刘刘 徐军在人群中目光搜索 很快锁定了正在和小朋友热烈聊天的刘刘 迟了只说 就是那个 胖胖的那个吗 你不要说他胖 他听到了会生气的 哦 他好可爱呀 他是可爱在膨胀呀 啊 哈哈 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刘刘冲到屎包包面前 从屎包包手里抢走了麦克风 再把屎包赶走 嫌弃屎包是个卖霸 屎包包虽然不服 但是无可奈何 只能先前撤离 等刘刘唱过了之后 他接住唱 和他一同离开的 是围观的小女孩 呼啦一下 刚才还人山人海呢 转眼就稀稀落落 冷冷清清 七七惨七七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不要走 呀我要唱歌了 听我唱歌 呀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不听他的使唤 一个个反而加快了脚步 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因为刘连要唱歌了 第1592章 宋小萌 刘连一要唱歌 小朋友们就一窝蜂地四散而去 把留在原地没动的徐军和小萌 衬托了出来 哈 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呀 你们要听我唱歌吗 你们想听什么 刘刘高兴地问道 虽然有的小朋友走了 但是没有全走 说明他有了巨大的进步 徐军和小萌 小声商量了一下 说想听虫飞 刘连立刻自夸 我最会唱虫飞了 我唱的虫飞是全世界最好听的虫飞 饶舌就唱 张口就来 大 燕燕立刻全情投入 卖力地唱起了虫飞 院子里的小朋友呼拉一下 走了一大半 躲进了教室里 小李子守在门口负责关门 好不让刘刘的声音传进来 大家怎么走了 小萌奇怪地问 徐军小声说 因为刘刘唱歌的不好听 刘刘在麦里歌唱 观众虽然只有两个 但是他要自信 就当眼前千军万马 一个个嗷嗷叫 唱完了一首虫飞 刘刘自告奋勇 决定再唱一首马兰花 唱完了一首马兰花 刘刘决定继续唱一首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眼看小萌和徐军 还是没走 刘刘大喜 只要有一个观众 他就努力努力 丝毫不懈怠 终于有人受不了了 不要唱了 刘刘你个瓜娃子 不要唱了 吵死老子了 是小白忍无可忍 打开教室的大门出来了 不要唱了刘刘 我要死了 在小白身后 是喜儿冒出头来 他也受不了了 他回头看向教室 只见教室里的小朋友们 一个个捂住耳朵 像被唐僧念了 紧箍咒的小猴子 小李子也蹦敲出来了 大声指责刘刘 你天天唱 天天唱 那么难听 你还唱 我们都要长不大了 刘刘没想到 自己的歌声 有这么大的作用 竟然可以抑制 小朋友长大 他不禁大为惊奇 叫小李子 快闭上嘴巴卷起 眼看两人又要吵架 小白和喜儿 来到院子里 要求榴莲唱了 喜儿纷纷地说 小白的鬼火 都被你唱出来了 小白看了一眼他 这小秘书挺知心的 知道他想说的话 他只要点点头就行了 刘刘问喜儿 难道他唱得不好听吗 喜儿想了想 为了不过分打击刘刘 还是魅住良心说 好听 小白不满地瞅了他一眼 这小秘书是墙头草丫 莫要再唱了 刘刘决定正好歇一歇 也为了不挨打 就把麦克风给了小萌 感谢他俩坚持听了这么久 小白或喜儿这才注意到小萌 一下就认出来了 小白 一 喜儿 一 小白 小萌到 喜儿 小萌 小白 哈哈 你浪哥在这里呢 喜儿 哈哈 你浪哥在这里呢 小白看向他 学我说话干嘛 喜儿 嗨阿贤 好玩 爬开 那我不帮你写作业了 哼 以为用写作业就能威胁到小白 结果喜娃娃失算了 小白没有要挽留他的意思 不过喜娃娃并不尴尬 他在方圆三公尺之内 转了一个圈圈就回来了 意思一下就行 至少表明了态度嘛 小白对此见怪不怪 吩咐他说 去告诉小朋友们 刘刘不唱歌了 他们可以出来玩了 好的 喜儿 罗迪洛迪 画成一匹小马 快快通风报信 榴莲 这也太不把他这个大艳艳当回事了 他就站在旁边呢 这么说 就不怕会伤害到一个坚强的小孩子的自尊心吗 万一这个坚强的小孩哭了怎么办 小白才没空搭理溜溜 他正在和小萌聊天呢 听说小萌是来这里玩的 便热心地带他四处转悠 把众人介绍给他认识 把老李介绍给他 一个爱和桑叶子的老白白 把路过的张探介绍他 一个从来不上班的老板 把刘刘介绍给他 一个缩老二变成的小孩 刘连 再把喜儿介绍给他认识 一匹小马变的 专门通风报信 小白把小闺蜜团们都介绍给了小萌 而这时 院子里终于再次热闹起来了 嘟嘟和小米出现了 他们是刚到的 徐龙终于等到了丁家敏 立刻把小萌的相关资讯告知 丁家敏在人群中看到了小萌 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小孩子 没问过他吗 丁家敏问 徐龙说 我儿子问过 但是小萌不说 可能是不好的记忆 不想回答丁家敏 真的是被丢弃的 徐龙也不确定 只是猜的 我觉得是 你要去跟他聊聊吗 丁家敏说 听你的话 小萌其实戒心蛮重的 估计不会轻易说出来 不过我有办法 他叫来小米 跟他说 要这样这样 小米听得连连点头 领了任务就去了 小红马蒙紧出马 混到小萌身边 和他交朋友 把小敏姐姐教他的一些办法 学以致用 过了会儿跑过来报信 问出了什么吗 丁家敏问 徐龙和老李也好奇 小敏姐姐 问到了 小萌的名字叫宋小萌 他今年五岁了 是和爸爸住在这里 大致就是 宋小萌小朋友 和爸爸住在皇家村 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 离家出走了 而且不愿意说出 他的家具体在哪里 丁家敏知道 该他出马了 身为警察 小孩子是很信任他们的 小萌先听小米说 丁家敏是他的姐姐 接着听说丁家敏是警察 小家伙不由羡慕 崇拜不已 昂住脑袋 看向丁家敏的眼睛 闪闪发光 我可以和你单独聊聊天吗 丁家敏柔声询问 小萌点点头 说 你是想问我家在哪里 对不对 这么聪明的小孩子 丁家敏笑道 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聊聊别的 听说你很喜欢画画 我们去这里吧 这里有很多画画的小哥哥 小姐姐 丁家敏指了指旁边的工作室 果然小萌对这个十分感兴趣 借心一下子就放松了 但是他跟去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让徐军也来 丁家敏当然没有问题 他牵着小萌的手走去工作室 徐军跟在一旁 小米垫后 把想要跟来的榴莲 喜儿 嘟嘟都拦住了 或见小白闷头朝里面走去 于是也把他拦下 休想蒙混过关 小米 我去看看小光小光塞 小白找借口 刘刘小聪明特别多 也找借口说 我要去里面尿尿 嘟嘟 我陪刘刘去尿尿 喜儿 我要去偷听 嗨阿贤啊 大家看向老师巴交的 谭喜儿小朋友 都无语了 小米张开手臂 堵住大门 正义猛警把守这里 谁也不准进去 是 永远